第1761章节 数年后的一天 他们正经过一片沼泽 这不是古迹之一 而是两片不相同属 五行对立的古迹之间经过漫长时间酝酿 而形成的一片死亡沼泽 当然 对凡人来说是如此 对修士而言 危险也就有限得很 这片沼泽很大 见不到人烟 因为准备不足 或者说根本就是懒得准备 所以食物显得有些不足 当然 所谓的不足也是对猪哥而言 对金道佛和其他两个来说 基本没有任何影响 山猪就很不满 嘟嘟囔囔的 主动拿起金鱼 就要出去画些斋饭 说话其实也很扯淡 就他那食量 谁肯画给他呢 最后也是个买 而且价格超贵 很少有因为他们是取金人 而白送或者便宜授予的 大部分还是趁机哄抬物价 对此行为 他们早就熟悉了 剩下的三个个做个的 金道佛自己吃干粮 白马木柱沼泽也不知在想些什么 李基则懒散地找了个干燥的地方躺下 浑游天外 金道佛一边吃 一边问道 徒儿 我们这到底是走了多少了 我怎么感觉跟走了一辈子似的 好像都走老了 李基看了一眼他 安慰道三成 已经走了三成了 师父你现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 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 没看美国一国 那些宫廷愿父看你的眼神和看我们都不一样吗 我就不明白了 他们要你去单独为他们讲佛法 你为什么不去 说金道佛正当年 并不是夸大其词 这个世界的凡人 平均寿命在二百左右 金道佛出身良好 衣食无忧 从小底子就打得极好 是肯定会超过这个平均寿命的 所以说他正处于一个男人最好的时期 并不过分 经道佛就不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 李基认为是正常的 他并不一定就认可 不会因为李基是高高在上的修士 就随意附和 我是个不孝的 父亲死后 都没时间回去上炷香 李基下意识地又开始了熬汤 只要心意在 何处不燃香 燃柴登高处 长平旧妙旁 唯语常常念 简笔又何妨 师父你好胆也算是佛门高僧 这点心意之念还没有麻 回头找个地方 李基忽然停下闲话 身体平平而起 在空中一个侧身 已与一枚飞剑擦身而过 灵力的剑光也只有在这时 才想起凄厉的剑笑 顺便把身不可测的沼泽 画出一条巨大的鸿沟 无数泥泞中的生物翻着肚皮 漂浮在黑绿的泽水中 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 留在原地 这是李基对白马下的指令 他们在之前早就对可能遇到的变故有所预案 像这种内景天大能修士级别的战斗 就不是白马应该能掺和进去的 所以就不如留着保护经道佛的安全 既然是针对自己而来 那就把人拉出去打 也省得有所误伤 但让李基没想到的是 那的影在云中的对手 却没有放过白马的打算 一只金刚之圈从空中扔下来 以李基之能 竟然都没有拦截到这只圈子 仿佛上面富有神秘的力量 而且是专门针对白马而来 李基的失误来自很多方面 一在他自以为是地认为佛门不会针对龙族 二在他到现在为止 仍然还对墨剑的修行不舍地放弃 如果他对白马更看顾些 如果他使用了飞剑 这一切本不该发生 让李基惊讶的是 白马对这个圈子似乎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 金刚之圈分引一头 以示正正地把白马套个正着 然后在金刚圈蕴含的神秘力量下 白马不受控制地变身回他的本体 一头石鱼杖掌的黑龙 黑龙一声痛苦地咆哮 愤然起身 腾在空中 转瞬消失不见 李基没去追 开场就失误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影响了心境 然后一错再错下去 他已经看得很明白 这个圈子一定是来自金和龙宫 就属于种群长辈对晚辈保有的一种极端的约束能力 无视至亲不可能拥有 事情明摆着 佛门找到了金和龙王 然后在佛门的要求下拿来了这个圈子 套黑龙回去 其中交易不得而知 但起码有一点是清楚的 小黑龙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被家里大人捉回去吃顿牌头而已 既然他已经错过了最好的用剑机会 现在就更不需要用剑 总不能再交手一瞬间 亏全自己吃了吧 变化突如其来 一瞬间身边的帮手就一个不见 他有预感 那夯活恐怕现在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不过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 云层中 一个青年见客闪身而出 这时的一看就是剑修的修士 丝毫没有隐藏自己道统的意思 骄傲 发自内心 一满全身 你能躲过我一剑而不伤 在原神中已经很不错 我是天秀 被人唆使来杀你 有问题吗 很有趣 李姬就笑 能知道自己只是一把刀 还心甘情愿去做这把刀 看来 你只是为自己的杀路在找个借口 天秀点指于他 我天秀是把刀 但只做自己的刀 我知道你有想说的 如果你能接我三剑不死 我便容你说个痛快 如果接不住 休要怪我 你来这地方根本就是个错误 既然早晚要死 我便争个仙 天秀说完 却不管对方是否答应 漫天卷起数十万道剑光 封闭了整个空间 剑光分化 他是个骄傲的人 正因为骄傲 所以对杀比自己境界低的修饰就有抗拒 换个阳神在此 他是话都懒地说的 不死不休 但这个小元神麻 剑光在李姬周围纵横驰骋 带起无边的杀意 切断了李姬对外界的感知 那是杀戮剑意的极高表现形式 心智弱些的 在这些无穷无尽的剑光下就会感到恐惧 只要恐惧一生 则越越演越大 终究会心神失防 被生生震慑而死 用剑光分化来做恐惧震慑 这是个很新奇的剑术方向 李姬是不好这口的 但在轩辕剑派 武西行却很擅长这一套 但小武做不到眼前这个天秀的地步 这是杨神剑修的震慑 第1762章节 2 对世上绝大部分元神修士来说 这都是些很恐怖的剑光 绝大部分人都会下意识地使出防御手段 他们不知道 一防御就坏事 因为你开始怕了 李姬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些围绕在身边的飞剑 就像在看一群熟悉的小朋友 这辈子都敬营在剑术中 对飞剑 没有比他更了解的了 什么样的飞剑能伤自己 什么不能 再清楚不过 所以 不为所动 只静静关注下一步的飞剑变化 他这静如处子 就让天秀高看一眼 能在数十万道剑光 杀意分割空间制造恐惧下 还能不为所动的 志在心性上 凭这一点 这人就够资格进入内景天 但欣赏并不代表他会手下留情 软弱从来也不是剑修的代名词 这时剑光分化除了可以制造恐惧从内心中击垮对手 也可以改变成其他方式直接从肉体上来毁灭 剑光杀意恐惧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眼看里击不为所动 漫天剑光齐其一阵 聚合成零天一剑 杀意紧紧锁定 当头披下 里击击退 在退后的过程中到进急速变化 这是他在对敌时投一次不使用飞剑 而只是使用到进来防御 先是阴阳转换玻璃剑式 再后太极相报推动剑翼 最后飞剑凌身时忽然散出杀戮道境与对手中和 等天剑的飞剑紧入身体时 也不过是一枚普通的 没带任何剑翼的凡剑而已 刺破了一点皮 天剑就很惊讶了 这的是多么了解飞剑才能做到这一点 数十万道剑光聚合道展下 不过是一瞬的时间 就这么短暂 思维都未必能转过两个念头 背手却在这一瞬换了三个道境 而且精准把握住了飞剑聚合过程 终极短暂的细微漏洞之处 才能一一破之 这连他自己这么防御自己的飞剑 都未必能做得更完美吧 这一剑让天秀明白了 这人不仅是心性上 便是到进攻法上 也有资格在内景天占有一席之地 法修 体修 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过是普通的一剑 这个修是现在证明了自己值得被全力出手的能力 道境很厉害 那么就在道境上打败你 这就是天秀的战斗方式 他从来不怕对手有多强 只是怕对手不够强 单手一指 一枚飞剑射出 既不见威力 也不见分化 指光影交错 旋转如轮 曲纹影线 空间割裂 时间倒转 属于阳神修饰在时空大道上的奥里变化 这指时空光轮剑 有一个很优美的名字 似水流年 它不属于在现世展人的剑法 而是把时空割裂成一小段一小段 然后把对手往时空小段里推 一步一步 积得魁步 方已致远 默然回首 送你百年 打入时空长河 让你找不找北 在长河中迷失自己 最终达到杀人的目的 时空 就在李基身前变幻 但迈进一只脚的他 就是不迈进第二只脚 有时是左脚 有时换个姿势 换成右脚 得亏他没更多的脚 否则恐怕要进去是个变 对李基来说 时空大道在最近的机遇中 已经尝试过太多 他甚至有把握全身踏进去 然后反手把这个骄傲的天秀给带进来 然后在时空长河中暴揍一顿 但这样做并不符合他的利益 杀死这个天秀并不能解决什么 只会引来佛门更高级别的暴富 甚至还包括来自剑修的暴富 而且 他现在还需要一个传话的管道 所以 也就只能这样 不入长河 你奈我何 天秀的面色变得沉明起来 实话说 他对一个元神修士使用时空之道 是有以大欺小的嫌疑的 因为在修士的境界划分中 只有阳神境界才有可能深入研究时空大道 元神真均现于自身条件 就很难涉及这些 现在看来 在他从不失手的时空见数前 这个神秘的元神仍然保持了在道境方面不逊色于他的实力 天秀终于开始把这人当成和自己同等级的对手 所有的轻视不在 到目前为止 这人都没有反击 他若反击 自己能接住麻 但他不会因为对手出色而就此收手 言出必见 他还有一次机会 旧剑法本身而言 四水流年几乎是他道境最高 逼格最高 最高大上的剑势 但如果对手对时空的理解还在他之上 那这一切的逼格也就无处展示 两次攻击都没有伤到对手 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误区 过于追求剑术的唯美唯患 唯精唯艰 却忽略了剑法的本质 伤害 背手毕竟只是个元神 不管他对道境的理解有多高 身体受限于境界 却未必能高到哪里去 造成伤害 在伤害中扩大 在扩大中完成击杀 这修饰的盾法很有一套 为了保证能准确击中 让对手没有闪身反应的能力 天秀自然而然的在自家剑术武库中选择了一种当下最合适的剑术 即雷剑 时空光影一练 紧接着便是两枚飞剑击出 和轩辕的雷霆杀剑不同 天秀的诗门道统在雷霆上的做法另有奥妙 两枚飞剑一阴一阳 以正义反 在飞行过程中不断互相缠绕极壮 就像两个互不相让的对手 每一次碰撞 便有雷霆生成 直击空中的对手 这是剑术在天秀的诗门有个说法 雷霆缠绕 这是死亡缠绕 双剑交集的频率和其之快 之密 便如炒豆一般 劈啪声中 仅如战鼓 一席之间便有时数到雷霆踢出 而且 威力也是越来越大 这样的攻击 李基根本就避不开 逃不掉 不仅有飞剑的速度 更有雷霆的速度 要应付这样的剑术 要么对攻寻求对手不能全力施展 要么撑起防御抵挡一连串的雷霆风暴 李基不能反击 因为在他的直觉中 没必要暴露自己剑修的真相 已经挺过了两招 何必在最后功亏一篑 最重要的是 雷霆对他来说是如此的熟悉 他的混沌雷体肯定不是最顶级的体修功法 但一定是最顶级的抗雷功法 所以 他采取了在天秀看来最笨的方法 企图肉身硬扛雷霆 第1763章节 三 晚短数席之间 已有数十道雷霆上身 从初期的威力有限 到后来的惊天洞地 很不错的雷霆剑术 但和轩辕的雷霆杀剑相比 李基认为是不如的 这不是无脑的自卖自夸 而是这种缠绕雷霆有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 攻击力度是逐渐加码 而不是瞬间骤然爆发 这对一个攻击道统来说 区别是很大的 逐渐加码 就意味着在造成危险之前 你有一定的时间来适应 来解决 而轩辕的雷霆杀剑则不同 练到最后就是一下 不管不顾 生死一下 听起来有些赌大运 但生死斗战 这种亡命赌徒式的攻击 往往才是最致命的 因为雷霆是循序渐进的 哪怕这个过程很短 也足够里击这样的雷霆 大家做出准确判断 雷霆的性质 机理 雷霆平衡点 雷势的眩泻方向 雷威的强弱分布 等等 在初承受几次之后 便有了准确的分析 在雷霆变得强盛起来后 因为几经掌握了这种雷霆的奥妙 配合正对应的混沌雷体 这是天秀拿手的缠绕雷霆 所造成的前期伤害 也就有限得很 虽然声势确实惊人 在外人看来他整个身体都沐浴在 电光雷暴之中 道袍炸裂 虚发焦黄 满面漆黑 但这只是表象 就其内里 却完全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 但这事缠绕雷霆还不仅止于此 两枚飞舰从即发到里击的位置 即使不追求速度 也不会慢到哪里去 在一席多的时间内缠绕碰撞出数十道雷霆后 紧跟着旧式飞舰的必然零声 因为其内运阴阳在激发雷霆时是已用尽 故此在接近对手时飞舰应需扬升 一枚飞舰因能量的大幅增长而迅爆 形成爆裂舰的高级变种 另外一枚则内部塌陷 在局部范围形成一个小型吞噬黑洞 一剑双杀 先雷霆 后天象 可谓是妙到好颠 可惜 李基研究天象剑法数百年 早在对手两枚飞舰还在缠绕中时 就已预料到其后可能还有变化 所以对其飞行轨迹没有一丝的松懈 在其出现变化的第一时间就有所应对 这样的天象变化 比他那三十剑数可差的太远 求的是个出其不意 真正在威力上却乏善可陈 落到李基这样的天象大家眼里 能起到什么作用也就可想而知 这不是天秀的巅峰水准 对剑修来说 连续的 不停顿的 在移动中抓漏洞的本事 才是他们最犀利的手段 但这种方式不是用于这种 我站在这里 你来出三剑的方式 这样的战斗不是真正的战斗 是割裂的 不连续的 没有前后承转的出剑方式 即使这样 李基能在不反击的情况下 生生忍了他三剑 也让天秀大为探服 对剑修来说 战斗靠的是一股势 现在是没了 天秀果断停止进攻 他来之前的杀人欲望到此为止 不再激情 打扰了 道友友和指教 天秀愿意一听 但我不保证就能回答你什么 此时的李基 看上去很是狼狈 但只有对面的对手知道 这种狼狈不过是种表象 对真君修士来说 就是皮外之伤 不值一提 他没有试图问些好像应该问的话 比如 谁派你来 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要针对黑龙 这些东西 限于承诺 对方未必会回答 而且 仔细推断 也不是想不出答案的东西 他的目的不在此 此次取经 佛门有大图谋在其中 我是适逢其会 财神不由己 但我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内景天中的道门会对此一无所知 无动于衷 如果大家都无所谓的话 我也不介意护送取经人上宝光山 不过 限于道统 佛门显然不太相信我 这恐怕就是你来的原因 天秀凝目皱眉 他是个比较纯粹的斗战狂人 一贯不屑于参与进大势力 大体系的争斗中 但如果真的是关系到道门的兴衰 哪怕影响可能会在未来数千年 甚至上万年后才会发生 也不是他愿意看到的 毕竟 剑修的跟脚 是真正的道门 拱拱手 转身欲走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道门会知道的 这也算是我无端出手的回报 不过我不能保证以后会怎样 也许 道门就真的无所谓呢 李基笑道 不继续了 天修一审 我天秀杀人 不由人指使 他让我杀 我就偏偏不杀 又能如何 龙族 那是家事 与我无关 不过那头朱 你要是去晚了 可能就没有命在 话音方落 人已晃身在外 一道神事如真次来 等有一天 我希望我们之间有比鉴的机会 李基一探 神事扩展 很快发现了异常 把身移送 已消失在原地 同时手上一道法照照出 正正把精道佛套在里面 师父修要乱跑 小心被蛇屎雕了 白白匪了这兆田 精道佛在下面看得目眩神迷 只不过看得精彩 却也不知道谁胜谁败 好像自己徒而被揍得凄惨 不过最后为何凶人却无功而返 想不清楚 就只有对着空空如也的天空喊道 这就是你们修饰的人生 我看和街头斗殴也没什么两样 打得无所谓 玩得莫名其妙 能力强了 就都这么没脑子麻 虽然是凡人的呼喊 但听在真君级别的修士耳中 仍然是清晰入耳 无论是李基 还是天秀 听到一个凡人对他们这样的评价 也各自苦笑不已 好像 也有道理 李基摇头不已 天秀最后那句话 明显就是点出了他建修的跟角 能如此熟悉飞剑的几发 伤害过程 除了建修自己 也确实不可能了解得这么清楚 他倒不担心这个天秀 会大嘴把他的资讯传出去 建修很少多嘴之人 看此人临走也未吐露受谁的指使 或者射套 就是个嘴言之人 天秀虽然没达到杀他的目的 但似乎也不全是空手而返 至少 白马被他搞走了 而那投诸 话斋话到哪去了 第1764章节 4 诸葛仍然在沼泽中 李基瞬间就判断清楚了他的位置 一顿而至 他总算是知道了那的天秀所说 山猪欲显的话意何在 那是一条花燃 沼泽特产 却没想到竟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他眼前 大蛇为蟒 大蟒为燃 这条居然足足有数十丈长 相当于人类的出入真君境界 比山猪要高一等级 此时正紧紧地盘住山猪 沉重的压迫力 让倒霉的山猪连呼喊都发不出来 这事头很阴险 很狡猾的大然 在取经一行人经过时纹丝不动 也不知道是知道队伍中有他惹不起的存在呢 还是对这几个人类并不感兴趣 但奇怪的是 在天秀出现后 他却悍然对山猪发起了进攻 这让李基非常奇怪 妖兽之间的搏斗 如果只是较量性质 那么他们会选择人形 比比神通 是是冰刃武艺 但如果是生死相搏 那必然是要用本体形态来战斗的 因为也只有在本体形态 他们的独特之处才会真正发挥出来 比如在这片沼泽 身为主人的大然就有先天的环境优势 再加上境界高山猪一层 山猪落在如此窘迫的处境也就正常的很 山猪力大无比 但那的是在平地上 在空中 在水中 他的力气都要大打折扣 尤其是在这样的沼泽环境 一身蛮力无处可使 一身铜筋铁骨厚皮 在大然最原始的缠绕攻击下 发挥不出多大的作用 缠绕 压迫 窒息 让山猪无法挣脱 再加上大然变异后的剧毒 就让这个身体强壮的家伙 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 在大然层层缠绕盘压中 只一双小眼睛还能勉强看到天光 吸引着迟迟不来的援兵 直到看到一身破烂漆黑的鸭歌 从天而降 当李基把在天秀身上 隐忍的怒火发泄出来时 这条才刚进入真君层次的大然 就成了他撒气的对象 被抖散了架 整根的燃精被粗暴抽出 腰单被捏爆 然后一把塞入 奄奄一袭的山猪嘴里 还能不能飞 猪哥泪眼婆娑 飞不了 便只能爬 鸭歌 你这是怎的了 也被人揍了 李基看着一身肮脏 连变身都变不回来的山猪 浑身都是沼泽毒浆的恶臭气息 还有大然身上因为压迫缠绕 而留下的粘稠液体 虽然没有洁癖 也实在无法忍受 扛着这么个东西回去 于是伸出手 拎着一只厚猪腿 倒提着月上天空 猪哥就很委屈 一路横哼唧唧 我是伤患了 压哥你太粗暴 被人揍了就把气洒在老猪身上 李基喝道 闭嘴 吃了然丹你还不满意 再急急歪歪 就把你扔下去 喂小然 经道佛看到的 就是这么一个景象 一段交叹 拖着一头死猪 不由得就叹了口气 他对这个修真世界 一点好感没有 动辄的沙发打斗 让他感到厌倦 天还离不开这些人 山猪的生命力 当真是旺盛 救出他时就只剩一口气 好像随时就要死过去似的 这赛进去一枚腰单 然后只恢复了短短时间 虽然还是不能行走 但嘴上却是恢复了活力 开始挑拨离间了 师父 鸭哥 我说的吧 别看老猪我平时不着力 但关键时刻 还是能经受住考验的 血战到底 死不求饶 这白马就不成 小白脸都有小心眼 这一看形势不对 就跑了吧 回龙宫左勇又抱去了 回不来了 李姬就气的发笑 闭嘴 你这夯货 什么血战到底 你那时跑得掉麻 还死不求饶 嘴都张不开 你求个屁 经道佛也劝道 徒儿不要乱讲 你白马师兄不是私自逃跑 而是被人掠了去 现在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 山猪撇撇嘴 倒不敢和李姬顶撞 扭过头嘟囔道 这世间的乌绰 你们又知道多少 说不定就是使得苦肉计呢 老猪我对这招金鼠 若我在此 一眼便能看穿它是真是假 李姬也不理它 只对经道佛说 师父 再往前千里 天于取经之路 有一处平原之地 有人类居住 这夯祸伤的不轻 咱们也没办法继续前行 别说白马不在 便是在 恐怕也是不肯驮他的 不如我们就去那里 将养歇时日 再做定夺 经道佛那里有什么主意 他一个凡人 对修行中是十分的陌生 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 就只有一切 以这大图而之意为准 怎么把两人弄去那处平原 是有讲究的 经道佛的那枚板指 不受数法 其制作水准极高 想来是斩过一 二此时的大能所致 所以李姬就不能 直接卷起它飞过去 只能在地面上 一步步地挨过去 这也是佛门 对取经人的限制 只能一步步走 不能借修真力量飞 也是个自欺欺人的约束 但对李姬来说 办法也是有的 他从戒中取出些材料 又就近找了些断数残枝 做了条大传法 能服于则面 不审下去就好 然后铁锁加身 再次变身千夫 拉着一人一株 向平原进发 对他来说 现人与死的沼泽 就和平地没多大区别 只是不能跑得太快 触发那枚板指的话 就会自动默认你取了巧 而把经道佛扔下去 虽然跑不快 一二百里的速度是有的 千来里的距离也不算远 天黑之前总能赶到 李姬在前熟练的拉伐上路 后面经道佛也不觉得 有什么感激歉旧 他是个凡人 你们驮我来 救得拉我走 你们是修士 这在你们能力范围之内 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 这沼泽对凡人来说就是死地 他自己怎么走 心存感激的是山猪 猪皮很厚 这点心思他丝毫也没表露出来 但内心里 一个原因后期修行者 哪怕是指妖兽 也是有其智慧的 大然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机 向他攻击 整个沼泽都是大然的天地 他不可能才知道 有这么个取经队伍 那么 是什么原因支撑了他的行为 他是佛门的猪 至少 算是投注在佛门洞天的猪 可在这次佛门安排的突袭中 显然他老猪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属于可以牺牲 可以被放弃的角色 而不是在洗沙名单中必须保护的角色 具体原因 除了那个杀手剑修外 谁也不清楚 是个人行为 还是其他的什么 起码有一点 佛门并没在这样的行动中 特别提醒注意保护他老猪的安全 这一点 让他极其沮丧 第1765章节 5 作为反差 李金能最后救了他 就显得弥族珍贵了 猪哥不傻 他知道队伍中的其他人都把他划分其外 因为只有他才是不折不扣的佛门中猪 那乌鸦完全有动机 趁此机会让大然收拾了他 还不用担因果 不用脏手脚 就给队伍去除了一个心腹之患 乌鸦被抢袭 白马被抢送 能在这样错纵复杂的情况下 乌鸦首先想到的是救他 而不是去追心腹白马 这让老猪心存感动 鸭哥 事实在人 他说把队伍中的所有人都当作同伴 不分彼此 现在证明 他做到了 以至于现在他躺在船阀上 被人拉着 心中却五味杂陈 充满了迷茫 一方是他生存日久的琵琶山林海 一方是他已经慢慢喜欢上的队伍 装高森的凡人 整天半嘴的白马 凶狠却手心的元神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才是正确的 天黑之前 李基拉着船阀脱离了沼泽 他也懒得再换其他交通工具 就这么直接拉着跑向有人烟的地界 山珠已经恢复了变身的能力 但大然之毒留痕甚深 一时也不得解 他也不擅长这个 只能依靠妖兽本身强悍的身体来克服化解 这需要时间 再加上经道佛的原因 所以还是找个有人机的地方修养更合适些 金家村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这是个大村 数百户人家 李基没有找小门小户 那不方便 不仅是住处不方便 事实上更不方便 没哪个村户能负担起一头受伤后 食欲格外旺盛的猪 所以 直接就找了村中的守护地主 这种时候 经道佛的那张天声让人清静 相貌堂堂的大脸就成了最合适的通行蝶文 楚汉和尚 万里取经 这样的故事在佛门有益的宣传之下 早已遍布沿途大洲小县 连金家村这样的偏僻所在也不例外 此地与我有缘 金道佛在知道了村子的名字 又看到村子周围疑人的风景后 这样判断到 主动担起了交涉的责任 姓金就与你有缘 师父 你这也太牵强了吧 那如果这里是朱家村 是不是就与我老朱有缘了 朱哥习惯性的顶嘴 可惜 没有了爱较劲的白马 所以十分的无趣 经道佛自顾上前叩门 嘴里不咸不淡道 是朱就姓朱 不见得吧 话说你也是修行了无数年的老妖 到底叫什么 有名字吗 这话捅到了朱哥的伤心处 别看他曾经数千年 但还就真还没有自己的名字 这里说的名字 是只有的旺 有实力 有背景的长者所赐 才算是真正的名字 比如在内景天中 这九百名修行大能 一山之主 一栋之君 他之前那些所谓的什么诸山君 二大王 王史克 等等 不过是一群山精水怪 互相之间的吹捧而已 是戏称 而不是尊称大名 也就这么茫茫壮壮地混了过来 现在 经道佛偶然提起此题 他心中就有些冲动 看看远远在和地主交涉的经道佛 又偷摸地看了眼身边的鸭哥 嘴里唯唯诺诺 就要说些什么 李基是谁 怎不知道他的心思 便直接堵了回来 有个名字是好事 起码转世轮回时也算有个念想 你既在琵琶山讨生活 当找个机会向竹林琵琶僧讨个名字 也算是有了因果 这一句话 直接把诸葛画到嘴边的说辞堵了回去 不由沉默不语 黯然神伤 有了正式的名字 并得到大家的承认 确实是和转生有关系的 要受转世还和人类不同 因其受信 所以有个正式的名号会在其转生过程中 起到指路明灯的作用 人类生来有志 不存在开支一说 只在于能不能修行 能不能达到前世的修行境界这个难题 要受就要更困难得多 他们倒没有这一世修行 下一世就只能做凡猪凡牛 任人宰割这一说 他们的修行转世是可以连续的 这一世是要修 下一世也可以做要修 问题在于兽类成妖壳 可要比人类修行要困难百倍 不仅是要求万中无疑的资质 也包括机缘巧合的气韵 还要躲过那起初期做小妖时 残酷无比的自然竞争 那可是比人类世界 还要残忍得多的过程 如果你有名字 在性灵深处就会有一盏明灯 会在妖兽成长的道路上 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 所以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可惜 这个鸭哥不愿意 诸葛心里发狠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还是被人奏的交叹也是 在这里装大尾巴狼 经道佛凭借自身的优越条件 和楚汉高僧的鼎鼎大名 很容易地便得到了 经家村首富地主的认可 还特别播了个片院供 他们师徒将养 一应饮食供应也非常公道 这让礼姬都感叹不已 果然靠脸吃饭在哪里 在哪个年代都是共通的 这源于人类对美好的向往 像他这样普通的货色就要困难得多 像山猪那样的 铁定会被人大棒子赶出去 有了落脚之地 日子就变得平淡起来 经道佛日日去村里给人讲佛说法 不过也不诠释佛法 也说道法 他自幼便是两派通吃 都能来的 不过讲的却大多是和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 比如一些比较实用的浓耕之法 看得礼姬暗暗点头 这个经道佛 很有会跟 自幼学佛悟道 却让他学出各四不相的实际之道 也是个人才 这大概也得归功于家庭聚变后十余年的江湖游历上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总是有道理的 经道佛在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山珠在努力排除大燃鱼毒对他的影响 好像每种妖兽都对毒之危害有一定的抗性 他们总有办法对付 只是需要时间 李基则在考虑 当一切走上正轨时 他要不要去把白马接回来 这是个很挠头的问题 出乎意料之外 在他们到达经家村的第二十天 一匹浑身雪白的骏马飞驰进村 引来了大批村民的尾观 正是小黑龙变身的白马 第1766章让为师来 夜晚 村外一处草朵上 李基在听白马的故事 那只金刚圈 是金和龙宫之物 我从小就佩戴的事物 只不过年纪大了 不愿意再戴那种叮铃当郎的东西 这才取下 其实每一条幼龙 都有这么一件东西 由至亲长辈保存 当他们太过跳脱闯了祸时 方便长者擒拿 也不读我 也不读金和龙宫 佛门派人去龙宫书相 去了好几个僧人 直到最后 大伯不生其烦 才把这只圈子交予来人 就是为请我回宫 我知道 这是大伯的好意 不愿意让我牵涉 进佛道之争的大便中去 但我却在半途中 拖开了这个圈子 凭自己的力量 这在龙族中 是从未有过之事 鸭哥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李基就一笑 如果用人类阴谋论的观点 肯定是你大娘 在金刚圈中捣鬼了 白马就一呆 梁九才探道 鸭哥 人类为万族之灵 这还真不是瞎说的 什么事情在你眼里 都是一目了然 无所遁形 李基摇头 探道 无他 当智慧左右了生灵时 这就是必然的结果 因为有了智慧 就开始变得自私 人也好 龙也罢 但莫如此 怎么 伤得宠麻 白马无所谓 不是挣脱金刚圈伤的 大娘很照顾我 怕我挣不开 回去和他儿子 争龙宫地位 所以破坏得很精妙 很彻底 那圈子经我一争 怕是再也用不了拉 也好 少了一层束缚 我应该感恩 这伤是我大搏打的 因为我虽争脱了圈子 仍然回去了金和龙宫 表明我的态度 从此和金和龙宫一刀两断 让他们再也不能干涉我的自由 这种事 当说在明处 所以我就决定回去 后来我才明白 这种事是说不清楚的 于是和大伯动了手 礼机一笑 只能算是教训吧 长辈对后辈不听话的教训 否则你根本没机会跑回来 白马苦笑 鸭哥你说的对 后来我才发现 我身上的金和龙印完全被抹了去 这意味着我可以不再局限于这个内景天 鸭哥 你说大伯这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他猜到了什么 李基就往草朵上一躺 叹道 人老成金 都是万年的老狐狸啊 日子就这么悠闲度过 反正取经也没有时间限制 现在有了两个伤患 也不可能就这么出发 白马现在驼不动山珠 就算能驼也不会驼 所以都养好了算球 一日 几人正在偏院中各做各事 忽然间有急促的拍门声 一个仆人急促的声音传来 几位老爷 不好了 小姐方才忽然就犯了急症 昏厥不醒 人事不知 老爷说几位既然来自楚汉上国 远设千山万水 那必然是有本事的 村中相依束手无策 还请几位老爷想想办法 主人就这么一个后代 这要有个三长两短 可怎么办啊 几人对视一眼 除白马外 都走了出来 这家主人乐善好诗 对他们也帮助不小 很是慷慨 有了些许困难 当然是要出手相帮的 但到后院闺房外 诸葛兴吉 一直往里闯 就想施展手段 拔个头筹 虽然没听说山珠会医术 但修行中人又哪个不是对此有一定了解的 实在不会 不些元气过去也基本上能暂时解决 也不是什么难事 没常想两名健壮男仆 就拦在小姐的闺房之外 牢牢把住 不让这黑脸毛公网汉进去 其中一个还很不客气 去去去 小姐闺房是个什么地方 也能容你这粗鲁之人乱闯 一枚药香 二枚枕气 你进去到底想作甚 别人没救过来 倒把人活活吓死 山珠大怒 乌鸦看不起他 他是没脾气的 但这些山野乡民也看不起他 却让他如何能忍 一横膀子就要硬闯 却被李基喝住 人家小哥说得对 你一满汉 又不通医术 心情可以理解 进去时无必要 且去到一边 还是师兄来看看 李基说完 往里便走 却见两个剑仆仍然把着门头 丝毫不见相让 但说话总算是客气了些 这位客人 小姐千金之体 受不得生人惊吓 您看您这年纪这般年轻 艺术祥也未必强到哪里去 李基就奇怪了 这火烧火料的把人找了来 又不让进 这搞得什么鬼 旁边山珠就咧开嘴大笑 鸭哥 看来在凡人眼里 你这相貌也比我老猪 强不到哪里去 竟然被一头猪鄙视了 李基真有点莫名其妙 这土财主到底怎么回事 他有点秀出一丝不一般的感觉 还没来得及细想 身后已传来 经道佛爽朗的笑声 徒儿们且退在一旁 让为师先来 一月之后 金家村张灯结彩 家家喜气洋洋 人人喜竹颜开 原来村中首富 金家财主 今日操办喜事 广布酒肉 客营八方 金财主的独女 今日喜结良缘 纳得贤婿 鼎鼎大名 如雷贯耳的楚汉国 取经和尚 礼佛高僧 夏花僧 没人会叫的和尚取亲 有什么不对 这个世界的佛法 还远没有后世那样的 清规戒律繁多 既不经婚 也不经取 否则佛法草创阶段 又哪有人来投入佛门 到家也是一样 外面流水席 铺开老常 金家大宅内就更精致些 其中夫家一席 便只有三个人就坐 在那句捉大嚼 尤其是其中一个黑脸大汉 其丑无比 但吃喝起来 却是豪气甘云 来者不拒 酒到杯干 吃喝到现在 莫说是女家 就是村里其他人一起上 也通通被喝番 现在是再也没人敢来敬酒 你这猪头 斯文这些 跟饿死鬼头胎一样 没得丢了我夫家的脸 人家还以为咱们没吃过饭呢 李基轻声喝嘛 也挡不住山猪的嘴 他是阵阵有词 脸 还要剩的脸 救人都就到床上去了 师父他做的 老猪我做不得 还什么让为师先来 无耻 卑鄙 都不给我老猪机会 你们说 除了脸面 老猪我哪里不如他 想要好看的你倒是说话啊 我也可以变个雄壮武夫出来 有什么难的 第1767章一年 其实不仅是山猪 就连白马也叫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绝不是经道佛的性格 他们走到现在 已经整整相处了近20年 对彼此间的脾气性格 可以说是撂若之掌 经道佛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很自律 对自己的未来人生也有规划 怎么会在这样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成家立业 经还娶不娶了 以后他到底是回经家村 还是回楚汉 最关键的是 经财主家的独女 其他什么的还不好说 相貌也算是过得去 但那一身的肉标 一般人可接受不了 眼光如经道佛 真能看上他 所谓的急症 不过是个幌子罢了 经道佛一表人才 大名远扬 对这乡下土财主妇女看上 也是题中应有之事 他们不明白取经的意义 所以才敢冒出这样的想法 换个大成大户 谁不知道这样一个和尚 又哪里是一般人能留得住的 当白马的眼睛看向李基时 却发现这位鸭哥眼神中浓浓的悲哀 鸭哥 为什么会这样 李基常叹一声 其一 也算是有了后代传承 其二 经家富足 哪怕师父不在 也能衣食无忧地活下去 白马惊讶道 师父这事 再为自己留后路呢 经家村的日子是取经过程中 少有的宁静的日子 经道佛努力耕耘 诸葛天天酸言酸语 小白龙默默发呆 李基一如既往的浑游天外 大家都在默默等待 等待莫名的未知 就连心大如诸葛 时亮也不如以往 他好像也明白了点什么 这次取经对每个人来说 都未必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上了船 就下不去 一年半后 经家大院后宅中 响起了一声洪亮的婴儿啼哭声 整个宅子的人都在给主人道贺 整个村子都在恭喜经老财后继有人 入坠麻 第一个孩子肯定是随经信 然后再说 这就是经道佛说此村和我有缘的真正原因 仍然是大摆宴席 广邀宾客 排场敬礼成婚那日还要讲究 一直到后半夜才消停下来 那处给取经众人留的偏院在扶晓前被推开 已经年于没有进过这座院子的经道佛走了进来 眼睛通红 也不知是心情使然 还是饮酒过度休息不足 院中众人都静静地看着他 就连一贯口无遮拦的山珠也没敢贸然魂化 经道佛深吸一口气 我已准备妥当 可以出发了 一行人在黎明前离开 没有告诉任何人 这一次上路 没人再有拖沓 隐隐约约的 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赶路的意义 也不需理机督促 速度是骤然加快 我们这是奔向心生 还是死亡 经道佛有时就问 生就是死 死就是生 白马和李基一起待久了 说话方式也变得有些相像 虚无缥缈的 说了和没说一样 只要肚子是饱的 生死就没有区别 山珠也变得哲理起来 李基 事态地走向 已经向他无法掌握的方向滑去 他可以决定某个人的生死 但在道筒碰撞的洪流中 个人的作用实在是有限 身不由己 别说控制 就连跳出这个漩涡都做不到 有太多的羁绊逼着你去坚持 他不喜欢这种无法控制的场面 他一直就在想 如果 如果当初他没有兴起体验西游的念头 这一切还会不会发生 经道佛会不会卷入其中 小黑龙会不会还留在经和龙宫受罚 是他把原本简单的事变复杂了 还是本来这就是件复杂的事 只是他一开始想简单了 三年后 万佛塔林 从地形来看 称这里是座石灵更准确些 但这些巨大的石损也不知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还是人为的友谊雕琢 上万座石损都是个式形态的佛像形态 有坐有卧 有利有行 各依实事 无异雷同 小者也有百石杖 大者则高达上千杖 依山驱逝 如果从空中看过去 密密麻麻 宝光佛系 肃穆庄严 心底有私者进来这里 都有一种被审判的感觉 一行人就在石灵中穿梭 倒霉人为此地的万千气象所设 经道佛是半个僧人 龙族对此无感 诸葛在琵婆山待久了 很熟悉这种佛门气息 礼记又是个胆大包天的 无论如何 在这样的地方 总有一种无形的压迫在身 让人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敬畏 不好玩笑 只求快速通过 还没通过一半 山珠眼尖 大声喊道 快看 那座最高的石佛正貌精光力 除了经道佛 其他三个在那石佛显示意象时 都感觉到了 还不仅在泛精光 而且微笑注视 栩栩如生 如果有真正一心向佛之人 看到这千丈高的石佛 仿佛活过来一般 一定会口称佛基 当场拜佛的吧 可惜 一行四人却无一人这么做 礼记沉声道 你们继续前行 摆马 控制方向 其他的不要管 山珠 紧随其后 不要惹事 经道佛听出了些什么 徒儿 你要去哪儿 礼记一笑 主人当面 总要见过才能全了礼数 又怎好过奇门而不入 礼记离了队伍 向那座最高的 金光闪闪的石佛飞去 心中并没有畏惧 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佛门做事够稳 够忍 像他这样的行为 竟然就让他有了二十余年 也算得上是宽容 来到金光佛身之前 万丈远处停下 一挤手 平道老君怪 不知当面是哪位菩萨 在此等候 有何事指教 千丈高的佛像展颜而笑 神态温和 语音从容 我乃雷音山雷音寺 雷音大事 今日此来 是为何小友交个朋友 礼记遂笑 雷音大事 前辈大能 佛门高僧 晚辈是心怀敬仰的 我好像见过您 在楚汉城 您那时在为一场盛会做法事 雷音大事不以为怪 关乎道统 总要往来奔波 凡人不明我佛慈悲 不仁无数 总要略为指引 铺路搭桥 做得粗笨 让小友笑话了 第1768章 挣扎 李基也不说话 静静地等他下眼 雷音大事也不说话 只一双佛目 仔细打亮 着眼前 这个年轻道者 在1500岁 就准备冲击阳神的修士 无论放在哪方宇宙 也可以用年轻 有为来形容 遗憾的是 他看不太透 这个人的准确道统 有些东西 不出手 是看不出来 跟脚的 尤其是这个元神 还很强 还在实践某种墨 他也是麻的办法 一系列手段的失败 让他很快就明白了 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他错就错在 没有准确估计 这名修士的实力 结果用了添油之法 一个个的派出手 下去使刀 结果 没一个有好果子的 佛度有缘人 有缘人不愿意怎么办 就应该简单暴力 牛刀杀鸡 菩萨观星小杀迷 而不是搞那些 所谓对等的排场 结果一次次的 被削了面子 所以 虽然孤灯上人 主动请鹰 他也决定自己来 他实在是 无法承受 再一次的失败 这会让他在 佛门体系中 被扣上无能的帽子 这是最稳妥的决定 因为通过 剑修天秀的试探 他已经基本 摸清楚了 这名修士的实力底线 在元神中很强 但未必能 对付阳神中的强者 这里不得不提到 不靠谱的剑修 都是些城市 不足败事 有余的家伙 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 属于的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为了所谓的风度 为了所谓的 与众不同 他们做事 往往就喜欢 和你拧着来 比如 背着乌鸦放纵 不杀 却反而对 山猪去下手 这就是典型的剑修 太过随意 当然 也可能孤登上人 在沟通中出了什么问题 让这叫天秀的剑修 意识到了什么 所以 不愿意承担自损 道统戏运的恶名 也不算什么 他今天在这里 就是要把此事做个了断 万佛塔林是曲经的必经之地 原来还在这里安排了几个精怪 打算演绎出戏马来为曲经增添内容 后来便全撤了 干脆由他自己坐镇这里 上演一出真正的好戏 他在这里已经等了三年 不是因为摸不清曲经人的行踪 而是像这种事 有些虚头说法总是要讲的 直接追踪就很容易受人以柄 守株待兔就要隐秘低调得多 这里是佛帝 也是和施展某些手段 不是太看高纳的小小元神 而是某些其他的考虑 一正面接触死人 他便知道这是个心智坚定之辈 不是靠花言巧语 乱话大饼能解决的人物 所以废话也不用说 直接进入正题大家都轻松 佛道之争 纪缘之常 此为气韵 为道统 为传承 没有妥协的余地 对你 对我 都是如此 区别只在于 你不过是偶然卷入 因果不深 我则是泥足身陷 欲罢不能 你走的 我走不得 你飞到门迪传 我却是佛门正宗 你可以置身事外 我却是重任在间 佛道气韵之争 耗时聚久 以纪缘计 无论这次成功失败 其实都不太可能 对内景天的未来 才是深远影响 这样的运征以后 还会持续很多次 很多 所以 这并不是背水一战 我们双方都还有回旋的余地 你也不会因为这一次所作所为 就成为道门的罪人 说实话 你还不配 那么 你能出什么代价 让我内景天佛门体系退让 我不是不懂取舍之人 你只要能付出对等的代价 我们佛门就会考虑 你拿得出来吗 拿不出来 可我们佛门拿得出来 你来内景天的目的不问可知 之所以无聊到和取经人搅到一起 无非就是也明白你现在的资历实力还不足以向内圈靠近 所以游历度日 以时间换空间 这个时间会很长 也许长得你这辈子都靠不进前去 尤其是在得罪了一个体系时 我现在却可以答应你 下一次先机时 保证你一个内圈未至 只为换你平安相送取经人至宝光山 你 怎么说 礼机含笑不语 不是他有多么坚真不屈 也不是他就对盗门怎么生死不渝 如果是一个角落里的交易 如果这样的交易不会被人轻易察觉 他也没必要冒着彻底得罪一个体系的危险 就为了印证他里乌鸦是多么的道心坚定 这个诱惑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那就是他如果真的如雷音所说 把取经队伍送去了宝光山 他未来又怎么面对内景天中战大多数的盗门修士 如果不在这个队伍中 他怎么做都可以 但既然身处漩涡 就有无数无形的力量去逼着你做英雄 去抗拒佛门的安排 不做都不行 做了 死了 你就是道门的英雄 在道门历史上能留下一笔的人 做了 还活着 可能就要查一查你参与进来的目的 为什么这么巧合 还有什么其他的阴谋 怎么能活着呢 是不是佛门故意放水 没有道门整个体系的强力支撑 你又怎么可能还活着 所以最好的结果就是 这是整个道门的胜利 而你只是其中恰逢其会的一员而已 不做那不管你是死是活 都是道门的叛徒 千夫所指 一臭万年 甚至会累积师门 怎么选 李基这里微笑不语 雷英大势立刻加重了自己的筹码 两次 这一次和下一次的先机内圈资格 年轻人 做人要知道轻重 有自知之明的人才能走得远一些 李基就叹了口气 佛门的收买毫无诚意 重点不是代价多少 而是根本不想隐瞒 他里乌鸦到达宝光山那一天 就是他臭名昭著那一刻 又何必 还不如直接动手来得痛快些 无功不授禄 大师每一小子心领 久闻佛门神功冠绝修真戒 小子不才 倒是想亲身见识一番 明完不灵 巨大的石佛宏光一圣 佛音渺渺中 一个庞大的牟尼佛像从石佛顶上透出 琉璃耀目 琉光一彩 五色光辉笼罩了李基存身的区域 但更远处的取经一行 却是半点感觉也没有 佛还是那尊佛 慈眉善目 微笑粘止 红光博洒大地 仿佛一切都在佛光沐浴中 让人无欲无争 第1769章打击 李基和佛门修士的对战不多 最平凡时 还是在清空天梯那次和佛门的对抗上 那是京丹之间的对抗 对现在的战斗没有指导意义 他在京丹时所经历过的 最精妙的佛门结界 就是莲花和尚的掌中佛国 那是一种闭环结界 而雷英大师的牟尼佛界 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环结界 也就是说 雷英大师 李基 牟尼佛 三者都在一个结界之内 这样的情况更有利于佛界掌控者 更方便地进行直接攻击 而不是一种遥控性质的远控 这种开环结界对僧人的佛法境界要求极高 即使在菩萨后期 相当于道门的阳神境界也很难操控 但雷英大师是三花之终结的一花的高僧 是相当于衰尽的存在 所以信手使来 举重若轻 和李基之前遇到的飘渺僧不同 飘渺僧是观想宁恋不同的大的罗汉来进行攻击 这也是佛门中最普遍的攻击方式 雷英就不同 他属于佛门一脉重风格简约的那一类 牟尼像就是他的本相 没有其他替代 但也正因为这样的精炼 所以他的牟尼像变化万千 佛门神功竟在一向中 至于招式 他就没有招式 招式早在选择万佛塔灵时已经确定 佛门圣地 牟尼开环结界 这种看似简单随意的选择已经决定了战斗的基调 把环境 控制 境界压制 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是典型的无招胜有招的战斗模式 衰竞大能 自有其独到之处 起码现在 李基就顿无可顿 逃无可逃 大秀一百 一是简单的扶秀 就让李基感觉到其中蕴含的无比精纯的力量 佛门神功 没有那些狡猾的伎俩 但也正因为如此 也是最容易形成实力对号的功法 在佛门高僧面前 你很难通过取巧取胜 比的是底蕴 逗的是理解 很难速战速决 这样的高僧 反而和剑修有些相像 那就是他们很少拿那些试探的手法来坦然虚实 一上手就是最强手段 要么胜 要么把你拉入对号之中 在非剑迎敌 还是继续藏着上 李基一瞬间就拿定了主意 虽然境界确实存在着两个阶层的差异 但考虑到他对大部分阳神的压倒性优势这个事实 其实他和雷英之间的差距也没有纸面上差的那么大 尤其是他还掌握了真的力量之后 初非剑就能周旋 不见得能胜 但能抵挡一气 找到脱离的机会还是有可能的 但他有他的考虑 这不是遭遇战 说我打不过跑了就是 今天要是跑了 以后还取不取经了 之前所做的岂不是浪费时间 浪费感情 把心一横 努力压制住尼丸宫中蠢蠢欲动的剑丸 他把心神一松 就像在飘渺风下剑窟中一样 开始浑游天外 做起了白日梦 不是真做梦 而是在这种状态下能极大程度的抵消 蒙尼结界对他的影响 能提振在蒙尼镜下预振乏力的倒镜控制 对佛法 很多倒镜都是没用的 比如五行 阴阳 太极 这些东西好像就天生被佛法克制一般 师之平衡 少了丰瑞 在博大精深的佛法海洋中体现不出其道镜的优势 但有一种道镜却是应对佛法最简单最犀利的 那就是纯粹的杀意 用简单 对博大 礼积在空灵状态下 甚至放弃了道门的本能 也就解开了蒙尼佛镜对他的侵扰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不是道家不如佛门 而是他里乌鸦不如人家跨入类似摔径层次的大和尚 一拳轰出 不是对抗那一只拂袖 而是直击雷英本体 就是以伤换伤 结果很明显 雷英大势后退千里 却微笑依旧 李基泽退出数千里 口唇带血 仍然还在蒙尼佛像的控制之内 体修 雷英大势有些疑惑 又似乎不像 真正的体修手段要多得多 而且本体的神通才是他们的擅长 唯一和体修相像的 就是这个修士汉不畏死的做派 才被集远 又反身而上 接着一拳轰出 仿佛是确定对手比他伤得更重视的 是连续中击之后才能激发的神通 还是有其他的目的 雷英心中谨慎 手底下一点也不留情 接连指引纳出 倒要看看这倔强的小小元神 到底能支持多久 整个斗战 就是一场元神不断接近 却被接连极远的过程 其中有数次精妙的连续攻击 皆在雷英魂若天成的牟尼 静下无功而返 雷英大势正在疑惑 这小元神还能坚持多久 又是怎么在天秀面前支撑几何的 事情明摆着 那剑修天秀就是在放水 正疑惑时 已经浑身是伤 法力消耗静半的礼祭忽然一个悔扑 反手往头上照上一副银色面具 骚然之间 狂暴的风系静法 风神之眼在牟尼静中淬然爆发 狂躁的风势让牟尼佛像都摇摇欲坠 有被吹散之相 唯英大势却不惊慌 这是个风法 藏得真够深的 一指佛像 口诵真言 近万年的修行累积距于一点 那牟尼佛忽然之间金光大盛 这一次确实在也掩不住其内光滑 方圆数万里之内连天空都照应成金黄灿烂 唯英喝 摩 摩尼佛像第一次的 同声应道 摩 唯英借佛像之事喝出这一声后 整个风势骤然停歇 紧接着 李基覆盖其脸上的银色面具 风神眼出现了一丝裂纹 混杂着血水吸燃而下 跟随李基上千年 来自流亡之地 可以跟随境界自我提升的神器 事实上的后天灵宝 其内在还未完全成形 出生灵至的风神之灵 被这一声佛唱给生生喝灭 变成了一件失去灵性的灵宝 李基也在这一喝中 被震出数千里外 面向争宁血腥 显然是伤得不轻 在争宁中 目光仍然保有一丝理智清明 如果雷鹰继续 他将不得不放弃末剑 敢以飞剑迎敌 这是最后的等待 就不知是否能真的如他所愿 也许是气韵 也许是精准的判断 在他被震出数千里之外 却仍然处于 蒙尼佛像的结界之中时 一声嘹亮的道号响起 无量天尊 雷鹰大师真正好兴致 这是在指点我道门后辈所学麻 李基等待的 终于来了 第1770章 个怀心机 雷鹰大师就叹了口气 最不想见到的 还是来了 来的人是名道家旁门大修 血利子 和他一样 也是为踏出了第一步的大修 修的是血和大道 理论上 佛门对这种天门血公道法 是有相当针对性的压制的 但修真世界的所谓压制 也是相对而言 你可以说佛门压制血道 但反过来也可以说 血道侵略佛门 是截然不同 针锋相对的两个道统 真正对上 比的就是境界修为 见识理解经验等等 这个血利子是内景天 鼎鼎大名的一个凶人 而且他的凶还就单单是 针对佛门来的 内景天这数千年来 毁在他手里的得道 高僧很有几个 却不知今次来的 为何独独是他 这人根本就不在乎 道门的统领 自认血和大道 不属于佛道 是独立成派 自成体系 如果是道门 想插手取经一事 派谁来阻止 也不可能派他来吧 也派不动啊 雷英并不认为 自己就不如他 但他此来的目的 虽未尽全功 但好歹也完成了一部分 也没必要就在这里 和人生死相争 像他们这样的修饰 非道万不得已 是不会决一死战的 谁道了这一步都不容易 没必要一起行事 关键是 这些例子后面 还跟着另一名道家阳神 他可不会接这一局 闲来无事 略松筋骨 既然道有来了 那雷英退去便是 说完 也不多话 纵起一道金光 以示影踪全无 那名羊神就在旁边笑道 这嘴秃 跑得倒快 一点面子都不要了麻 血栗子就摇头 王鼎 你可不要小看于他 和我们两人之力 也未必就能拿他怎样 远远看来 他这蒙尼之境 可是越来越深厚了 一个懂得退却的和尚 却要比死应坚持的和尚 要难缠得多 王鼎道人一审 四立内人罢了 师兄你看 释放 还是断 两个人中 王鼎确实是道迈索派 但薛丽子却是偶然遇见 结伴而行 并不是专为此事而来 但薛丽子境界摆在那里 而且也确实属于道家远之 和佛门是死对头 所以有些事王鼎也不会瞒他 道门的指令并不明确 有人建议一了百了 把整支队伍在气势成形之前 便连根除掉 包括这个莫名其妙的元神 也有人希望顺其自然 既然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 就不如静观其变 再拿定夺 薛丽子闭目沉思 若有所悟 失笑道 你也不用头疼怎么选择 方才这雷音和尚已经使了手脚 在牟尼境红光遮掩之下 改变了气运形成之线 现在麻 虽然取经还未过半 但大事已成 杀人无用意 王鼎一听 急忙尽思莫查气运之变 梁九才惊讶到 果真如此 这雷音和尚真正是狡猾 竟趁我们不备 改变了气运之线 调低一成 现在取经形成虽未过半 我们却难乃之和 师兄 这改变气运 牵涉佛道之争 雷音和尚和的何能 能做到这种程度 不应该啊 薛丽子叹道 非是他的手笔 以我判断 不是华言和尚 就是梵境山人 才有这样的能力 雷音不过是 代行实施罢了 否则他全力对付 那的小元神 我们都未必来得及及时相救 两人一番感叹 薛丽子道 雷音杀人未遂 却改变气运成功 我们救人顺利 不过却阻不了气运形成 也是各两两之分之局 也罢 那就顺其自然吧 看看到了最后 是个什么结果 王鼎道人无奈点头 也没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 现在在杀人 那就是自作孽了 记忆已定 两人晃身离去 镜子始至终也未看 那些人一般的元神一眼 就更别提与他说话 在他们这些大修看来 这就纯粹是这个小小元神自找的 能活命已经是较天之性 像这样不自量力的修士 不定哪一天就会生死到消在他的不谨慎上 又何必解释 早晚死人 他们的对话里疾病不清楚 看人家不愿搭理于他 他也懒得上去自讨没趣 只远远一击 便追上了取经队伍 那一身的血迹斑驳 让几人都唬了一跳 山猪嘴最快 压哥 了不起 和大菩萨打架还能活着回来 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我本来都准备好替你收尸来着 就不知道你到时还剩没剩的全尸 妖兽对那些踏出一步的修士的称谓和凡人不同 他们把没踏出那一步的叫菩萨 踏出一步的叫大菩萨 踏出两步的叫真菩萨 踏出三步的 不 现在还没有 白马一脚踢飞他 压哥 你要不要紧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疆养一段时间 经道佛就在那里哀声叹气 你看看你们 整天打打杀杀的 这不 被人修理了吧 就不能好好坐下来 大家心平气和地说话马 白马就绝他 师父你也好意思说这话 你当初在小河屋棚船上 怎么不和那下花僧好好说话了 就直接用刀子说话 经道佛尴尬道 我那是另有原因 却与你们不同 不同的 礼机小道 无法 些许小伤 也不用僵养 过得几日也就无事 真当真君的身体是你捏的 白马就问 那和尚是谁 金光灿灿的 看着慈眉善目 这下起手来真正是毒辣的井 旁边朱哥插嘴道 我知道 我知道 是雷鹰山雷鹰寺的雷鹰大士 我在琵婆山见过他一次 地位好像很高 这些和尚都一个样的 表面上笑咪咪的 其实比起道门修士来说都是一个样 都是面上笑哈哈 底下刀叉叉 哪像我老猪 面上和李子都是一个样 最诚实不过的 白马担心道 鸭哥 这取经不过才走了一半 就有这样的存在来找事 这接下来 李姬一笑 不用担心 这是最后一次 既然现在佛道互相之间都照了面 就不会再盯着我们不放 接下来的争夺在上面 我们麻 就安安心心的取经吧 第1771章三叉口 李姬猜得不错 接下来的取经过程简直就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容 顺利地让人不敢置信 这让大家的心情又变得开朗起来 当然 也有一些外界的变化 比如在经过凡人国度时 舆论风向有了诡异的变化 在之前的行程中 所到达的每个凡人国度似乎都只有佛门存在 仿佛铺天盖地的都是佛法气息 而道家的存在感却几近于无 这当然只是表象 这些现象只是佛门大力宣传运作的结果 在平时的正常情况下 几乎每个凡人国度都是到佛并重的 就连国师都一定是至少两个 一个和尚 一个道士 在道家在内景天中占优势的情况下 又怎么可能有凡人国度敢于忽视道门的存在 现在的变化就是 这些本来在佛门取经过程中演其息鼓 冷淡旁观的道家子弟 也不知道到底犯了什么邪 得到了什么上面的指示 开始和佛门一样 大力鼓吹起这次取经了 结果就变成 每当取经队伍进入凡人国度 被民众夹到欢迎时 两侧民众都敬畏分明 一侧是藏青色的道家门徒 口称无量天尊 一侧是土黄色的佛门子弟 满嘴阿弥陀佛 互相对立 却又秩序井然 这是民间的对立 还在可控范围之内 大家乡里乡亲的 拖了个子的道袍僧服 回去乡里还是好邻居 但当对立的层次逐渐提高 争吵延伸到朝堂之上时 可就火药味十足 高光见影 恨不得当堂分个上下 比个高低 道家之所以参与进来 是因为他们在鼓吹一种全新的观点 这次稀有取经 取的却不是佛经 而是道藏 宝光山在内景天内圈 整个取经路径也是在中圈略作曲折后 就静止往内窃 直至内圈距离核心处 汉海风潮很近的宝光山为终点 但是 内圈可不止一个古迹名圣 就在宝光山之旁 就有几个其他道统的古迹 其中之一便是道家很著名的罗浮山 同样以典藏出名 存策无数 道教在和佛门撕破脸后 就开始公开宣扬 其实这次取经的目的并不在宝光 而在罗浮 由此引来纠纷无数 大家各说各礼 各论各据 在舆论上打的是不可开交 李基之道 这是道家在向他无形的施压 有相救之恩 有道统之同 现在制造出舆论 就是让你据此而行 这一切 不需人交 不需分说 这一点还看不出来 这倒算是白修了 取经队伍所面临的 就是这么一个分杂繁复的局面 路上倒是安全了 原本险恶的天欠妖怪都已不在 但本来应该最省心的人类国度之旅却变得举步维艰 各种佛门团体 各类道家协会 争相拉拢 说经讲法套近乎 其中不乏内景天的大能之事 半成凡人 混在其中 居中说何 或讲理 或分析 或利诱 或威胁 最搞笑的一次是在一次朝堂辩论上 扮作普通人的一名佛门大能和一名道家阳神 两人当庭激变 各不相让 慢慢变出火器 由嘴变变成手变 又不能坏了凡人庙堂 更不能害了满朝文武性命 所以只在朝堂上全全肉搏 在满朝文武看来是两个老头五王八拳打架 但其实尽力内敛 催枯拉朽 庞大精纯的力量都蕴含在内密中 些微的外泄也被倒向城外一座锅背山 等两人终于战霸 各自愤然离去时 三日后 城外郭背山轰然倒塌 世人皆不明其故 也是一段歧视 在对待取经对武的态度上 佛道之间达成了脆弱的平衡 大庭广众 朗朗乾坤 不管私底下形势如何 但表面上的文章是一定要做的 也不仅仅是虚伪 也是一种底线 如果有一天 连这点底线都没有 修真界就只能走向疯狂和毁灭 取经队伍没有了生命危险的威胁 但却忽然发现自己对未来方向失去了判断 他们连自己具体的目的地都已经分辨不清 是宝光山 还是罗浮山 大家都把目光放在李基身上 李基却笑而不答 避而不谈 他倒是觉得 其实每个人对自己最终方向都是清楚的 这支队伍中的四个人 就没一个糊涂的 绿水青山 如梦画卷 没有了天敌的取经队伍悠闲地走在这样的画卷中 仿佛成为了画中人 有画就必须有歌 李基扯开了破罗嗓子 你挑着单 我牵着马 迎来日出送走晚霞 一场场酸甜苦辣 但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山猪就撇撇猪嘴 鸭哥 你这曲儿也太不贴切了吧 有那戒 谁还挑单呢 那猎马任路好着呢 还用铅 还酸甜苦辣 最近嘴里淡得很 就指一个闲 下一处是即该补些调料了 路在何方 我就觉得前途不明 迷雾重重 要想活得长久 咱们不如打到回府来得更安全些 李基就叹了口气 这西游 被这几个夯祸全毁了 城府甚深的精道佛 英雄情节旺盛的白马 好吃懒做的山猪道士本色演出 自和雷鹰大势一战后 身体受创严重 虽然伪伤根本 但恢复也需要一些时日 幸运的是 佛道之间形成的平衡 给了他这个喘息的机会 并不是全无收获 战斗中的舍身忘死的接触 攻击自有他的目的 不足为外人道 最让他满意的 是在生死关头仍然压抑建议的表现 让他在随后的末见静静中一日千里 成功在望 而原本他以为要达到这样的静静 是至少需要百年的 在每日练功之余 他也会掏出金和龙王相赠的空间余图 在和他们现在的路径两相比对 看着开始逐渐变得清晰的目的地 心中一片沉静 最后一个人类凡人国度 名前唐国 是个小国 出这小国前面有个三岔口 偏南通向宝光山 偏北去往罗浮山 所有争夺的答案就在于 他们在穿过前唐国后 在三岔口处是偏南 还是偏北 这将决定他们的结局 甚至生死 第1772章秘密 一 当不再需要为了安全而担心 旅行就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时间也过得很快 转眼又是二十余年过去 整个取经之路就只剩最后一个人类国度 前唐 在他们初一进入前唐国土 就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不仅是前唐国的僧道两届 也包括附近离得比较近的国家 早早提前等待的僧人道士 汇集在前唐国 就是为了一睹取经的圣景 他们中的很多人 苦行僧 独行道 已经做好了准备跟随他们走这最后一程 当然 如果向南去宝光山方向 跟随的就一定是苦行僧 如果是向北罗浮山方向 就肯定是独行道 不可能混淆 所以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争夺的紧要关头 两个道统在凡人间的争夺越演越烈 已经不仅仅是精脏之变 不同规模的群殴时有发生 有时和尚把道士们打得哭爹喊羊 有时道人把和尚们揍得鬼哭狼嚎 更有前唐当地势力在其中浑水摸鱼 整个治安环境变得极其的恶劣 前唐国主不得不派出大批的兵丁来维持秩序 约束民众开始变得暴躁的情绪 并延令取经一行人不得参与任何一个道统的活动集会 速速过境 以防引起更大的骚乱 蝶文喜应早已准备妥当 就等他们来盖 这也是近50年取经过程中最痛快的一次 这让诸歌做个宝死鬼的梦想化为泡影 他本来是还想在前唐国好好放纵一下的 结果却被大批士兵包围着直送王宫 盖上洗印 交换蝶文 连饭都没留 就被压解护送出宫 往边境而去 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 两人一兽一龙被军队紧紧包围 不让人接触 在他们之后 数千僧道紧紧相随 其中还有很多看热闹的游侠浪子闲人 乱成衣郭舟 打成乌眼轻 却没人肯退缩 三日后 出钱唐国境的最后一个晚上 已经没有了城镇可以借宿 只能在荒郊野外宿营 这是一个像是军队行军的场景 核心内圈很小 便指他们四个 围着他们的是数百名只毛扛刀的军士 在外面则是稀稀拉拉 毫无纪律可言的前程者们 度过今晚 明天就会出去国境 只需半日功夫 就将到达一个三岔口 在那里 他们将见证历史 用过晚饭 周边虽然还在喧闹 但在核心内圈 却是十分的安静 近五十年的相处 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李基把几人聚拢过来 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次的内部会议 相处五十年 恍若一梦间 离别再急 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 就是我参加这次取经的目的所在 之前不说于你们 只是因为漫天神佛太多 你们知道的多了 未必会活得更有目的 反而会陷入不可知的危险之中 瞒了你们五十年 这不是朋友真诚知道 我乌鸦在这里向三位道歉了 李基说完 郑重的挨个向每个人施礼道歉 雀虎的山珠扭捏不已 他也是个表面粗鲁 内藏勾获的 心中话 妈妈皮 乌鸦这一里老子接下来 保不齐日后就要拿命去田 李基蹲下身 示意大家围过来 然后遗址在地上点话道 这条路就是我们明天将走之路 半日后我们将到达一个 叫沙律经的三岔口 左面偏南那条路通往佛门宝光山 右边偏北那条路去向道家罗浮山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五十年的辛苦 我们的命运就将在这个三岔口 做出选择 是生还是死 是天堂还是地狱 谁也不知道 但其实还有一条路的 或者说 这其实也不算是一条路 李基的手指在宝光山和罗浮山中间 画了一条短线 说道 其实距离沙律经最近的古基 既不是宝光山 也不是罗浮山 而是这里 墨基山 他距离三岔口其实很近 也不过就是起码数日的距离 之所以在修行界中名声不鞋 是因为墨基山主人的道统 在修真界中属于偏文小众 传承不胜 香火单薄 又为人低调 斗占乏力 所以 难得有人会想起他 尤其是在佛道两巨头争执时 他连个炮灰的资格都没有 这个道统便是严者道统 一个完全和主流 修真世界不同理念 不同追求的道统 我的目的地 就是这里 白马若有所悟 山珠一头雾水 只有经道 佛无知无畏 问道 佛法无边 道境无影 都是你们修真界的梁柱之选 为何放弃这两个剧情 却独独选择这个名 不见经传的所谓 严者道统 是因为严者道统本身 还是其他的原因 比如墨基山离得最近 最没威胁 最无实力 避免在佛道之间 做出两难选择 所以 随意使然 这是你的自保之道麻 李基摇摇头 我之所以加入取经队伍 亦为一些个人爱好原因 二来 就是因为这个墨基山 正是看到他离保光山很近 我才有了取经的想法 所以 这是自一开始就决定了的 至于为什么 不为别的 之为严者比较独特的道统 他们也修行 不过修行不是唯一的目的 他们也成仙 不过成仙不是他们最终的追求 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 他们修行的方式 更贴合于凡是百姓民众 不像佛门那样整日的吃斋念佛 把帮助万民百姓 更多的放在了精神层面 也不像道门那样的清心寡欲 高高在上 不使人间烟火 用俯瞰的态度来关注人间万种 这个严者道统更贴近于凡人的生活 他们致力于各种工具 各种靠器械改变生存环境的技术 从小处着手 农耕陵木 无所不包 小到离头景句 中到木马水车 大到飞翼船舶 都是他们研究的方向 他们靠这样的技术来战斗 所以不为主流修真世界所欣赏 传承日渐视为 这在修真界中很正常 是趋势 但有一点 如果把他们的技术 制作工具的能力转移 哪怕一点点到凡间 对万民百姓都是华时代的改变 能让劳动更有效率 能开垦更多的荒田 能让更多人吃饱肚子 正是因为严者在修真界的低端 才造就了他们可能在凡事的高端 这些东西 没有入门之坎 不需要感气 不需要是佛 只要心思技巧 不懒不堕 就每个人都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能最实际地改变他们现在家庭的生活 而不是去修仙 等修仙有成了 才发现自己的家族都死出数十代 坟头都找不到 这就是我选择严者道统的原因 因为他能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第1773章秘密 2 李基拿出几支书简 上面有些简单的关于严者道统的介绍 那还是他从左舟带来的东西 不过既然都是严者道统 想来区别也不会太大 山珠对此根本看都不看 不屑一顾 白马则看得直摇头 让龙族去理解这些工具之妙 实在是强龙所难 比如水车 这东西有什么用 需要用水的话 不是龙头一张 便数万斤数十万斤都吸起来了麻 只有经道佛看得仔细 看得投入 看得望神 李基继续道 原本 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 我都会强迫你们走这条路的 谁让我拳头大呢 但现在 50年相处 我觉得朋友知道 还是要谨尊本心 所以我给你们选择的权利 山珠就瞎说了大实话 如果我们不跟你走 你在老大拳头揍我们 李基的大实话并没有引来另外三个同伴的共鸣 都是酒精风霜的 不会仓促凭感情来下论断 这不是吉士买卖 是关乎未来 关乎生存的大事 对他们每个人的走向前途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哪怕是李基的铁杆 坐骑 胡纵 白马都没有贸然决定 经道佛已经看完了短短的言者道同简介 在低头沉思 梁九 还是生性急躁的山珠先开了口 既然压哥都说了自己的秘密 那么 老朱安也说说自己的秘密吧 看大家都很惊讶 山珠瞬间找回了自信 得意洋洋 仿佛不是在说见不得人的秘密 而是风光显耀的过去 俺老朱确实是在琵婆山讨生活 不过俺可不是一般寻常的野猪 而是也曾入过琵婆山佛门灵兽周边的有身份的灵兽 只差一点点就可以列入琵婆门墙之内 得受传明 却因为一次小小的过失被贬出山 流落到野外 靠拱石竹林过活的地步 嘿嘿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 不受重视 不遭待见 所以才被发配来取经的原因吧 众人倒霉太过意外 山珠这身本是确实也很难独处野外能自己修炼出的 究竟找个依靠也是正常 谁又不是这样啊 白马就很好奇 夯祸 你到底犯了什么错 至于被大的高僧扫地出门 佛门一贯宽容 一般小错也不会如此绝情 难道是因为偷嘴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 那皮婆山也是佛门名山 物产丰富 皮婆僧更是老资格高僧 也不至于胃不饱你吧 山珠就磨磨唧唧 最后经不过白马的纠缠 还是说了大实话 其实也不是吃不饱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吃得太饱 于是饱暖思淫欲 白马就呵呵笑 不对啊 皮婆山也是佛门圣地 又哪里来的昆修 难不成你出了山 下去凡人国度 山珠把手摇的飞起 不是不是 老猪我在糊涂 又岂能做出这种修真大戒之事 不过是有一次 有一名昆道大能来看皮婆僧 你说你来就来吧 非要带那么些的事你随从 你带就带吧 还非得去皮婆后山温泉沐浴 正巧老猪就在后山寻职 职责所在 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就离得近了些 却被人误解 被冤枉成灯屠珠 好色珠 无从辩解 那皮婆僧也是个不明事理的 于是老猪我就这么倍感下山 白马大笑 还是没有冤枉你 你这夯祸假借寻职之名 结果却是中饱私欲 也是活而呆 那皮婆僧没有挖你眼睛 已经是很仁慈的了 山猪能把自己的丑事说出来 虽然并不能代表他的态度 但至少 皮婆山的过往 他是彻底放下了 这是好事 从此心意自由 不再拘束 是一种心境上的解脱 白马调笑了山猪几句 心想自己堂堂龙族 竟然在这上面 还不如一头猪洒脱 心生惭愧 于是也道 鸭哥和猪哥都说了自己的秘密 那么今日我小黑龙也来说说自己的秘密 都是家事 还请不要嫌我呱躁 山猪催道 快说快说 老猪我都说了 大家都是兄弟 你凭啥不说 白马苦笑道 小龙 其实是金和龙王的私生子 这也就是大娘必欲赶我出宫的真正原因 其中过程不好言表 请恕我藏私 不过上次我回宫时 父亲曾经警告过我 要求我在这次到佛之争中保持中立 实在万不得已 应以天向佛门为先 他的意思其实就是 虽然道家更强大些 但也不会对此事后打击暴富 总有机会回转 佛门就不同 如果不遂了他们之意 只怕麻烦立刻就来 却远不如道家那样的甜蛋致远 外表宽容 实际上却因为道统居于烈士 而显得有些急不可待 这就是龙族的态度 当然 并不包括我 自离开金和龙宫那一刻起 小龙就发誓 再不与金和龙族有任何关联 李姬没有说话 白马也不需要安慰 仿佛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家族闹剧 这并不难猜 只不过李姬却完全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些隐私方面 无论是人族还是龙族或者其他大家族 又有哪个是干净的呢 不过看起来 龙族要稍微偏向于佛门 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佛门 而是因为佛门更急于求成 而由此引发的可能的打压 对金和龙王来说 这不算错 龙族终究是高高在上的种族 也实在没必要参与近人类的这趟浑水中 白马说完 现场又出现了让人尴尬的沉默 金道佛看看四周 三个修士都没有刻意关注他 可他却知道 这种不关注反倒比关注来的压力更大 于是就叹了口气 看来我今日不说点什么 就不是朋友了 你们就不觉得这是道德绑架吗 好吧 其实就是你们都不说 我今天也会说点什么 因为再不说 可能就没机会说了 大家都有秘密 我当然也有秘密 不过你们修士的秘密 却未必能大过我一个普通凡人的秘密 都不相信 好吧 如果我和你们说 我找到夏花僧并持人杀了他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个人行为 你们会怎么想 我苦寻夏花僧行踪十余年而不得 因为我是凭个人的力量在对付一个凡间的体系 后来我才明白 能够对付一个体系的 就只有另外一个体系 不若于佛门的体系 简单的说吧 我是在道门力量的帮助下才找到的夏花僧 否则凭我凡间利刃 又如何破开下花僧得自佛门高僧的护佑 本来这一切佛门应该早就有所察觉 可偏偏冒出来一个爱管闲事的白马 却是把道门在其中捣鬼的痕迹给破坏殆尽 你说我是应该感谢你呢 还是埋怨你 第1774章不免夜 所有人的秘密中 以凡人经道佛的秘密罪让人目瞪口呆 尤其是蒙登了的白马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随手一帮 其中竟然一拨三折 错纵复杂 他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真相 结果却只是一层又一层的皮毛 这让一贯耿直的他有些无所适从 到了现在 哪怕他仍然是原来的他 没有改变 他也不认为如果再遇到那样的情况 还会选择出手相帮 压哥说的对 还有时间 完全可以再看看 喝几口河水 也许就能看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李基却没有他那么多的感慨 直截了当 你是说 道家帮你完成了复仇 而你答应他们最后选择去罗浮山取经 从一开始 这一切就都在道家的控制之下 经到佛摇摇头 你太小看你们道家 确实 从一开始 道家就掌控了一切 但是他们从未要求我去做什么 没要求我就必须去罗浮山 也没要求我一定要去打佛门的脸 但这些还需要说麻 在取经的后半程 道家已经通过他们在凡事的力量 清清楚楚地表达出了他们的意愿 这才是高人 只做不说 却让你不得不顺应内心的感觉 如果你是我 你是不是也会最终选择道家 李基也叹了口气 道家自人类修真开始起 就一直压佛门半头 也不是侥幸 也有其内在的东西 佛门疏在太极破 太着香 却远不如他们的道家同行那样的操纵人心 不带一丝的烟火气 如果没有他在其中横插一杠子 经到佛必定是走北路 那是毫无疑问的 但道家只解决了师父的问题 却没解决徒弟的问题 如果他没有参与进来 猴子和这头猪会怎样 山猪听到经到佛的秘密后 也不由得出了一身白毛汗 站起身向李基一级 鸭哥 若不是你来捣乱 老猪恐怕已经坟头草都换过几十年了 这些道统之间的龌龊事 还真不是我们这些妖兽能灿和的 我现在欠你两条命 却不知该如何还 李基瞪了他一眼 你少吃两口 就当是还债了 分享了秘密 让同伴之间更亲密无间 虽然其实李基并不赞成这样的方式 他始终认为秘密也是一个独立个体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个完全没有秘密的人 一定是个无趣的人 也是个没有追求的人 也未必是个好的伙伴 因为他永远也不会为朋友们带来惊喜 长夜漫漫 终有镜头 虽然没有商量出任何结果 但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清楚 结果其实早已注定 不需要说出来 就藏在心里 需要踏实自然会出现 况且 李基有把握不被那些拥有神奇力量的修士们 看出心中所想 可他这几个伙伴却未必 他也有些明白了为什么道家从一开始就不要求经道佛答应什么的原因 因为一旦经道佛有了承诺 就一定会被佛门大能发现 就一定不会代替下花僧息出取经 只有像现在这样 没有任何道门中人和经道佛提起 却通过外界的环境舆论变化 让他在心里自动完成观念的转变 这才是真正高明的办法 真正是算无一策 都有了些先家手段的意味 让李基心中都不寒而栗 四人默默收拾行装 默契而高效 相处近50年的培养才形成的默契 可惜 自今日时 也可能自今日中 庞大的队伍开始启程 拖拖拉拉蔓延时数里之长 才走出不到一个时辰 保护他们的军事就停下了脚步 再往前就不属于前唐国的领土 当然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度 而是属于那些能腾云驾雾 陆地飞腾的神仙的地盘 没有凡人敢在这种地方放肆 军事们回反 取经一行人继续向前 脚步坚定 不疾不徐 身后跟随的大批僧重道群 闲杂人等 除了礼佛向导之心最坚定的 其他凑热闹的钟也停住了他们的脚步 看热闹很重要 但小命更重要 法不择重在神仙的世界并不管用 最后也不过数百人还在默默跟随 这些人可就是最虔诚的信徒 死亡也不能阻止他们 甚至很多人都抱着训道是佛的决心 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的考验 才能证明他们的诚心 再过一个时辰 取经一行来到了 即将决定他们命运的杀绿经 这的三叉口并不像于图上那样三叉分明 从里即一行人的位置来看 左手是一条磅隔的大河 明牟尼河 宽大净千丈 河是汹涌 气势磅隔 右手则是一座峡谷 身达数百丈 年延万里 目不能测 其壁陡峭 非人力能攀 明前龙侠 无论是牟尼河还是前龙侠 都是大自然形成的危机 充满了人类不可征服的壮阔 除非绕远 否则要直接横渡就需要特殊的手段 伟大的古迹就有艰巨的阻拦 有这样两座天嵌存在 基本上就断绝了人类凡人一探仙山的野心 但在牟尼河和前龙侠之间 却是一片少见的荒凉丘陵 树木不生 岩石裸露 一看就没有什么神仙之气 甚是寻常 甚至还不如前唐国内自己的景色来的优美 穿过这片丘陵 也没什么艰难险阻 就会直达墨基山 人类就是这样 同样是仙缘 越是困难重重 山高水深 毒虫野兽出没 越能激起人们不惧生死一探究竟的兴趣 反倒是简单平坦的 没有多少挑战性的却反而无人问津 气之如履 再往远 李竟能感受到一股神秘的气息 虽然他从未去过 却也知道那时的什么所在 汉海风潮 还没等一行人做出选择 天空中忽然大放光彩 五色烟霞 阴晕宝气 其中分成两部分 南侧佛音飘渺 壮严肃木 有数十位菩萨隐隐浮现 北侧则是道声悠扬 高秒出尘 有数十名高观仙人识隐实现 正主门全来了 佛门以雷音为首 道家以玄黄为观 都是踏出一步的大的之士 却没有踏出两步的修饰在其中 这符合修真界的传统 掌控者麻 总是要隐在身后的 又怎么可能跳出来和下面的混在一起打打杀杀 或成口舌之力 第1775章选择 一 唯音一挥手 朵朵莲花凭空而生 越聚越多 瞬间在牟尼河上搭出一条莲花之桥 芬芳暗渡 口鼻流香 花团景簇 木语天光 口中喝道 取惊人 还不速速上桥 真经只赠有缘人 宝光山之门今日动开 下一次开启还不知要过多少万年 两端搭成一座鹤桥 围成拱形 天光照耀之下 如七色彩虹之拱 奸杂生生鹤鸣 如人间仙境 让人向往 口中涌道 白鹤驾先成 自明出天生 请君徐徐走 本是寻道人 这次轮到道家信徒欢呼雀跃 不能自己 口称无量天尊 贵道敬拜 敢为三生 两条路 一连桥 一鹤桥 就问你怎么选 取经四人护士一眼 接会心一笑 经道佛是师父 当然由他迈出第一步 但还未等他迈出 雷鹰大事何等的修为 立刻知道大事不妙 心中立断 口中贺道 且住 在你等走出之前 我有一事必须事先说明 我佛门即为取经首唱 你又在楚汉国经历了法事赤刺 却不要以为这一切都没有因果 现在看来 你等诸事不明 我还是仔细说与你听 才知道其中的厉害 道家仙人群中 网顶道人神士传道 玄黄师兄 这和尚看出是有不邪 要出妖娥子 上强硬手段 威逼利诱了 玄黄道人审笑 那又如何 这些和尚数个纪元来都无甚掌进 学的是佛法 行得确实霸道 不知顺天应试 真正对佛门又有多少帮助呢 上手段又如何 真去了宝光山又如何 采取这种强迫之事 得了表象 却失了明星 饿了天道 得不偿失 就还不如不作 你们以为我道家真的想广传道藏 非也 就是要逼着佛门行霸道之举 这样的取经 却与他一直标榜的佛门气度格格不入 如此自相矛盾 嘿嘿 便再过百万年 他佛门也是老二 爬不到我道家头上去 以众道人皆感叹不已 现在的道家 无论在内景天还是外景天 相比佛门都占据了整体上的优势 这样的优势让他们心态更平和 目光更高远 更懂得捉到佛门发力后的漏洞来后发至人 就像这次的取经事件 全程道家做了什么 基本什么都没做 先其帮了经道佛一次 没提任何要求 终其路过取经一次 经走雷英大事 甚至都没和李基说话 终后其在凡间掀起了一股取经 也可罗浮行的浪潮 谋略深远 却不是真的致力于想让取经人上罗浮 根本目的还在于激怒佛门 让他们怒终出错 最后这一次贺桥之举 同样是这个目的 就为了造成竞争价向 让佛门失态 佛门已是见在弦上 不得不发 雷英同样很清楚他接下来的举动会大失佛门风范 可是到如今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楚汉长的牛皮已经吹出 这么大的一个体系 又哪里有回旋的余地 用强会失了明星 逆了天意 对佛门不利 他也清楚 可不用强就能好到哪去 诸般筹谋却为他人做嫁衣裳 一样会失了体面 损了气韵 让人觉得佛门不过如此 说出的话原来是可以自己再吞回去的 所以 两害相权取其轻 他必须强硬下去 至少 这么做会震慑很多不安分的人 经道佛 五十年前于楚汉国 是次迭文班下 便于此次取经有了气韵之连 当时迭文上确实没有著名取经目的地 只是统称西天 但楚汉成三月法会上 那万千僧众的轻音佛唱 可曾有一声道送之音 如海明皇中 可曾有一抹青涩混杂 故此 我佛门对此次取经有气韵之使之全 从法理上 师出有名 从实际上 也师出有音 在操纵上 已确定无疑 这一点 却不是你等狡辩就能推脱得了的 行至半成 我佛门大德高僧分运于赤 取经师徒四人 除经道佛占四城外 其他三个个占两城 这也是你等五十年辛苦所得 理所应当 前有赤次指定 后有分运一身 你等四人听真 若不能守得在楚汉成大庭广众之下的承诺 则气韵之下 各有惩罚 这不是我佛门的惩罚 而是来自为逆气韵 来自天道 为因子威严的目光扫视全场 尤其是在下面取经的四人中久久停留 以加深他们的印象 让他们有时间好好想想他话中之意 然后才道 我佛慈悲 莫观气韵 推测到为逆后的后果 经道佛 凡人 取经人 在楚汉成是气韵受体 你若为逆 当受重罚 死不足惜 但考虑凡人之体 未从天到那里通过修真得到什么 所以 不回本路 取经双倍时间寿命罚之 你可接受 唯因这些话的意思就是 经道佛你这家伙言而无信 明明在楚汉成中参加的是佛门法会 到了这里却要转头到家 这是背叛 是不守承诺 他今年已经八十余岁 取经时间五十年 两倍罚之就是百年 也就是说 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 做出实际选择后 就将直接进入百八十岁的高龄 在这个世界的凡人来说 基本就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 这辈子最美好的时光变成惩罚 只能苟延残喘 空自感怀 当然 他现在也可以选择不接受 那么他将在这次的取经中被踢出局 气韵不在 转而分头到他那三个徒弟身上 这是直指人心的一次惩罚 对凡人来说 还有什么惩罚比这更重 说是气韵使然 但其中若没有佛门大能在其中捣鬼才怪 这世界上最悲剧的穿越 就是从自己的壮年 穿到自己的晚年 经道佛面无悲喜 深深一拜 经道佛 愿承受因果 第1776章选择 二 唯因大事又把目光放到白马身上 黑龙 非佛非道非人 你卷入此时的目的何在 龙之一族在内景天地未超然 原不必置身是非之中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起码在这件事上 你很不聪明 现今你也有二分气韵在身 如何选择 虚得慎重 在龙族无尽的生命中 一个认识不过五十年的人类 究竟应该占有一个什么地位 心里没数码 便如凡人凡世间的惊鸿一瞥 你要为这一瞥搭上你无尽的生命 光明的前程码 好自为之 气韵使然 你非守运 但既为师徒 当有波及 也需承担为诺的反事 我佛慈悲 已有裁定 若你不守承诺 便定你在内景天中 终生不得入水路 受山押之法 你可怨受 唯因的意思是 虽然是精到佛起的头 但你闲得没事加入取经 对五并百之为师 那么师父的过错 你当徒弟的也跑不了 终生不入水路 对龙族是个相当严重的惩罚 带龙之一族 生于水 成于水 可以去各处逍遥 但龙的漫长生命中 在水下绝对会占其大部分时间 不让进水路 基本就断绝了黑龙 在内景天修行的权利 就不再是条 拥有无尽生命的龙 所以 也是拿未来胁迫的意味 小黑龙半点也未犹豫 傲然仰天 愿承受 唯因大事在把目光 放在山猪身上 目光却是柔和了些 你与他们不同 本是佛门出身 山猪一听 立刻不干 叫起了撞天驱 他和前两个不同 可不是那种傲气于内的性格 该说清楚的就必须说清楚 可不能容忍这么就把大帽子扣下来 菩萨明辩 您可能记忆不真 老朱我是野生野长 四处漂泊的孤魂也鬼罢了 皮婆僧来之前 我就是皮婆山的主人 这他一来 我由主人立刻变成仆人 还是不入流 连名字都没有的周边底层 您若说我是佛门土生土长 可能就不太准确 再到后来 只因老朱我多看了两眼 就被皮婆僧赶出山门 彻底沦为野怪 菩萨明鉴 确实已和佛门没有任何关系 您见过连法号都没有的佛兽麻 山猪粗鲁中带着野怪独特的狡猾 坚决不能承认自己是佛门妖兽 不承认 他就是野怪 自由选择的权利 可若是承认了 他就可能是叛徒 那惩罚之众 可不是谁都受得了的 为因子皱皱眉 这取经人中 怎么就一个个得如此难缠 皮婆失地赶你 也是为了你好 可可 多在外面历练历练 才能有更高的发展 想来你历练了这些年 回去后一定会众列皮婆门墙 我保证你也会得到一个响亮的名字 山猪就加八加八小眼睛 嗯 重新收我入山 之前只是历练不是惩罚 菩萨的意思是当初不是我做错了 那我下次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看了 为因做狮子吼 闭嘴 你这夯祸修在这里家缠不清 既入过我佛门 哪怕是周边 哪怕不曾赐予名号 也终身是佛门之珠 又岂容你家七加八 推三祖四的 我和你说 好好走你的路 便什么事都不会有 重回山门的次名号都不是难事 若是走歪了路 气韵之下 我怕你就要当场受那畜生轮回之苦 永无止境 畜生轮回之苦 就是当场掩饰各种兽类的变化 比如变猫变狗 变爬虫变长舌 变蚊变蚁 等等 这不是正常的变化之道 而是在伪力之下的强行变化 受者会承受巨大的痛快 想象被拉长成舌时所有脊柱被拉伸 便咬石油翅膀从腋下钻出 便重拾无数腹足从腹下长出 这样的痛苦可不仅仅是能靠毅力能忍下的 这就是佛门对默认叛徒的惩罚 古的山珠失魂落魄 瑟瑟发抖 唯因不再理他 最后把目光定定地放在李基身上 我不应该怪你 因为本来佛道之争就无所不用其极 你混入取经对五那是你的本事 我无话可说 但既然混进来了 又喊了人师父 那么该你的因果一样难逃 不会因为你人类到家的身份而有所改变 你后悔麻 当你奉献了一切 那些到家卫君子却站在一旁看热闹 别说伸手 连话都没有一句 我曾经给你的承诺仍然有效 但如果你执迷不悟 你会再也感受不到内景天的气息 不管是谁 是多么伟大的存在 他也不能把气息加诛在你之上 自己考虑吧 对象李基这样的修饰来说 他们来内景天的唯一目的就是感受先机的力量 这也是佛门一直用这个来拉拢和威胁的原因 他的意思是 如果李基离开了内景天 那么不管是谁 天谋的哪条大腿 人类的还是灵宝的 或者其他的伟大存在 都不能再为他指引内景天的位置 也就觉得他踏上一步的可能 只能在主世界扬神中了 唯英梅说如果他留在内景天会怎样 还用输麻 结下这么大的仇 佛门能饶得了他 个人和体系作对 我都没地方躲 更休说还想混进内圈了 李基笑容满面 唱了个肥诺 如此处心积虑 给您添麻烦了 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希望您也为您的所作所为负责 所谓的气韵 所谓的赤词天定 不过是佛门一脉为美化自己行为的一种掩盖方式罢了 本质就是 两位佛门大能 华言和尚和泛进山人使用了大法力 通过赤刺做出的因果类攻击裁决 而雷英大士则是这次裁决的执行人 因为双方境界相差太多 足足差了三个境界 所以方才李基莫查已深 竟然看不到这层因果之线 他自己都如此 就更休提帮助他的同伴 这个坑挖得太大 不仅坑了朋友们 也坑了他自己 在雷英的威胁中 他大脑飞速运转 想要找出一条两全其美的途径 可惜 找不到 那群盗门看客就远远站在那里 一丝一毫伸手支援的意思都没有 数十名羊神 一个都不出头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 观佛门演独角戏 自伤佛誉 就是他们的目的 没有了他们的加入 任礼基一身极致 也完全找不到借力的地方 他是个决断的人 任何时候都不会婆婆妈妈 于是传音三人 走连桥 我们认栽 第1777章选择 三 漫天金光中 无数人的注视下 经道佛依然无惧 还是几个同伴 陈生道 我是师父 我先走 但我的决定并不代表你们的决定 细运已分 各自承担 大家但凭本心 不要感情用事 说完 冲佛门群僧一拜 口称阿弥陀佛 在朝道家众修一级 口诵无量天尊 最后向身后数千凡人抱拳 用力扔出一侧疏解 喊道 我之选择 全在其中 哪位好心人大声读出来 也好让大家有个是非判断 说完 再不回头 往前走去 却既不是连桥 也不是贺桥 却是正中央那片无路的丘陵 李基心中一紧 想说什么 却无法开口 他已经意识到 人类之所以伟大 是因为他们永不受人控制的灵魂 却和境界层次无关 身后人群中 有人大声朗诵 淑眉天气斗生额 一见流花感太多 盲众基因宁与润 昌仆修剪莫蹉陀 我有魔房走水车 省时省力省折磨 经到佛便在贤人朗诵 书简声中大步向前 逐渐远离了连桥鹤桥的方向 有眼间的贤人惊讶地发现 这个不知走向何处的汉子 仿佛在走近一条时间长河 不出百步 百法丛生 不出千步 功倍驼腰 数千步后 已是老太龙中 步履为奸 白马一声悲思 奋提而出 却是口作人言 师父 我来驼你 每奔出几步 已被某种神秘压制 再也维持不住白马之行 在人们的惊呼声中 变成一头形貌猙獰的黑龙 不能飞的黑龙 便只能爬 一身的矫健却爬得比前面的精道佛还慢 有如一条还不会走路的大蜥蜴 山猪哭得涕泪俱下 转向李姬 鸭哥 我想要个名字 李姬定定地看着他 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而且 我不会帮你 山猪醒了把鼻涕 快着歇 我怕过得久了 就失了这份心思 又回去过去那只雍雍碌碌的山猪 李姬一点他 如此 你便叫八戒吧 疼 就喊出来 不丢人 山猪是又哭又笑 一转身便去追师父师兄 口里还嚷道 猪八戒 我老猪有名字了 他全力奔跑 因为心里是害怕的 他怕跑得慢了 就控制不住自己扭头往回跑 这五十年 是他过得最快活的五十年 让他懂得了很多道理 让他真正拥有了朋友 虽然他到现在为止也不太明白 为什么朋友们都不走那两座漂亮的桥 他也懒得去搞清楚 被他来说 朋友们走哪里 他跟着就是 也不需考虑那么清楚 山猪唯一清楚的是 他将面临的考验可能是他们几个中最残忍的 虽然不致命 但他自问自己还真未必能挺过这样的痛苦 别人都不知道 他不仅怕死 而且也怕疼 所以他的应对 就是希望这一切快点过去 没有对策 只有山猪在奔跑中掏出了他收藏很久的半截宝贝 三口两口吞下肚 心中恼恨自己怎么早没想到 要是昨晚吃掉 最起码还能咀嚼回味一番 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匆匆忙忙 唯一怒道 聂絮 在琵婆山这么久 你的佛根哪里去了 山猪哭得涕泪交加 佛根 我刚吃掉了 还没跑出百步 没碾上奋力在地上爬的大蜥蜴 血光崩散中 山猪痛苦地在地上翻滚 在翻滚中缩小 同时度腹中钻出六足 同时头上伸出一双触脚 佛法神奇中 数千斤的山猪 却被变成一只轻不可及的行军蚁 它还在奔跑 但以蚂蚁的步伐 又如何能追上前面的大蜥蜴 就是一个小水坑 都要它挣扎半天才能度过 这才刚刚开始 变身蚂蚁的山猪还没跑出几步 身体便如吹气泡一般的膨胀起来 这次它的物种跨越更大 将从一只小小的蚂蚁变成巨物大象 实在是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 还未完全成形大象的山猪 私生吼道 你们要记住我 我也是队伍中的一员 我叫猪八戒 大象中空爆裂 那是腰单炸裂的标准形态 怕疼 怕死 贪吃 好色的山猪用这样决绝的自暴方式 走完了它的一生 没有人感动 不管是和尚还是道人 或者众多的凡人看客 谁会为了一头猪而感动 被武中的 经道佛正努力向前走 他衰老的年纪甚至听不到背后的声音 大蜥蜴正努力向前爬 他始终认为自己能追上师父 到时就可以驮着他一起走 被神秘压制的他现在暂时 还无法恢复正常的能力 一双龙木有液体留下 他却强忍着自己不去回头张望 只有礼机 全程观看整个过程 却没流露出丝毫的悲悯之色 仍然微笑如故 仿佛那就只是一条肉猪 杀了他就可以为晚餐增加一道菜品 轮到他了 摆出最优雅的笑容 向僧道众修是一个螺圈集 真诚道 都是我的错 给大家添麻烦了 身体向前荡出 一把勾住小黑龙的脖子 骂道 山猪走了你却连回头看的勇气都没有 你这朋友怎么做的 那经道佛要为他的同族去疯 你一条龙崽子跟去凑什么热闹 话音方落 已是甩手抛出 他肉身力量何等之大 这一甩 把黑龙甩出千里之外 又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顺势翻转身 笑得更加的灿烂 唯因大事离得最近 正字奇怪 这修是怎么神神叨叨的 难道是被刺激傻了 忽然心中传来警照 立刻就要透出谋尼佛 同时肉身紧缩 佛门明王经所就要上体 来不及了 当他意识到有飞剑临身时 那飞剑和他的距离 已在咫尺之间 直至破入身体 才爆发出催枯拉朽的棒驳剑意 这道剑意完全无视双方之间两层的境界差异 一直深入 在他护体神功发挥作用前 就把他的身体撕的稀碎 但雷鹰的意识仍然凝而不散 神是笑道 好剑法 你能洗我一次 还能有第二次 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清醒 随着冥冥之中自己的过去未来被斩 重生不再 他终于想明白了 在万佛塔林 这件修悍不畏死的和他近身接触的真正用意 只是为了看他的过去未来 只为今日这一件 末件 第1778章走 36计 走为上 没有别的办法 那就只有走 只不过以他的脾气 同伴凋零死伤下 又怎么可能不带一个走 此时此刻 什么阴谋算计 什么大势方向 什么未来不好收场 通通被抛在脑后 不杀一个 对得起山猪麻 李基杀人的同时 没有任何犹豫 一闪盾而出 飞掠的同时 已是一把捞住黑龙的脖子 去使更急 黑龙没有挣扎 只在空中扎手扎脚地拍他那两条短的可怜的龙爪 鸭哥 杀得好 痛快 你这是去哪 趁小命丢掉之前咱们还能再干死一个 李基却不理他 只把速度提到最高 他知道佛门和尚中一定有大能比他更快 但好在 他的目的地也很近 好好的取经之路竟然取出了人命 而且还是两条 一人一株 一僧一兽 却完全没有可比性 道门修士群中传来经一声 竟是个剑修 我就知道 一个小小的元神 就敢惹此滔天大祸 除了那些疯子 也没别人干得出来 唯因啊 踏出一步的佛门大能 竟然连还手机会都没给 就被一个元神灭掉 说出去谁信 惊讶归惊讶 道家众修却很警醒 没有任何异动 他们很清楚 现在有所异动就很容易引起佛门的猜测 一个控制不住 佛道大战请客寄来 那才是大灾难 佛门高僧的反应却直接的多 就有部分僧人贤伟便追 都是和雷英大事关系尽的 佛门遭此重创 他们如何能忍 话说内景天中已经有近万年没有踏出一步的大修被人斩杀了吧 这个头开在佛门身上 便是奇耻大辱 但还有比他们更快的 随着一生轻横 两道淡淡的佛影出现在了当空 众僧为之一阵 群道更衍生习气 稍微在内景天混过些十日的 谁不知道这两尊佛门的大能 梵境山人 华言和尚 姿势体大 这次取经却把佛门最有地位的两位大佛惊动 也实在是雷英死后 在场已无人能整治群僧 又何必追 想从汉海风潮出去 非一时之功 我确实不信 佛门就拿这样的害群之马没有办法了 说话的是华言和尚 作为在内景天停留了上万年的大佛 对汉海风潮的了解又有几个在他之上 那根本就不是一层膜 能一透而出的 需要一定的时间 只要有时间 就逃不出他的佛手掌心 意态舒贤地从袖中掏出一只破旧的石波 就要坐视抛出 但手扬到一半 却骤然停下 目光看向东西两方 其他和尚修士也意识到了神瓦 纷纷凝目细望 西方 云层之上 天光耀目中 却有一丝独特的闪亮 仿佛所有的光芒都以他为中心 那是一枚飞剑 在云层上规律旋转 东方 数百凡人看客之后 同样有追刺之意传来 一个侨夫 扛着一把破铁剑 在人群之后冷眼相望 目光就在两位大和尚的景后转悠 也不知在找些什么 常更新 记下课 华言和尚导抽一口凉气 手中石波却无论如何也扔不出去 换成别人 这样的威胁他绝不会在意 反而会加深他动手的决心 但这两人不同 他们拥有内景天修士群最特别的习惯 不管不顾 无法无天 后世不论 先杀了再说 他们是见修 你们 要破坏佛道之间的平衡吗 华言和尚真的很想扔出手中的石波 如果他仅止代表个人 他早就扔出去了 问题是 他代表的是一个体系 整个佛门体系二百余名僧人 他不能因为自己图一时之快 而把佛门拉入不可控的战争 西方云层上 一个声音远远传来 佛道之间 就从来没有过平衡 所以 谁死谁活 各安天命 华言和尚怒意更加的深沉 但表面上却是平静下来 雷音师弟被你见修一脉所杀 我知道那时的新来的见修 很多东西并不清楚 但这不代表你们没有责任 他胡该 云层上的声音半点面子不留 知道自己没那实力 就别出来装大半佛 怎么 现在被杀了 就叫得委屈了 他在方才指点江山 断人生死的威风哪去了 难不成 佛门的威严 就仅限于弱者 东方见修的语气越挑衅 华言和尚的情绪就越冷静 就在他寻思着怎么找个破局之策时 又有三道强大的气息出现在了道家一方 那是道家在内景天中几个 斩过两师的顶尖人物 他们不得不来 没法再做得住 如果只是佛门强者在这里搞事 他们会乐得远远观桥 看佛门怎么自掘坟墓 但两个剑修一道 局势立刻不同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但如果两个巴掌都凑齐了 那拍响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一方是恼羞成怒的佛门 一方是不知退让为何物的剑脉 他们可不愿意平静已久的内景天 因为一次取经就变成大型战场 果然这三名道家大能一道 虽然不言不语 但就那么远远易处 立刻让佛门的压力倍增 时机已失 不可强求 也就在此时 一直沉默不语 引在凡人后 立足大地上的侨夫开了口 取经之旅 是人道之事 我等修士还是静观为好 打也打过 杀也杀过 仇怨之劫 个人恩怨 以私下处理 若是有人欲借道统力量仗势欺人 我也不介意杀他各写流成河 如此 就散了吧 僧人中 一直未开口的范境山人府长笑道 善哉善哉 既下道有之严正和我意 不过是一场个人争端 又何当得起如此多的高闲群聚 范境的表态 就是佛门最后的表态 也是最明智的表态 这也是绝大部分佛道之争中最正常的结果 只不过有时佛门占便一些 有时道门得了好处 也就在此时 不远的汉海风潮 有人拎着一条龙衣头扎入 没半分犹豫 只临近之前 一个冷漠的声音传了出来 对不住大家 我会回来的 第1779张眼图 天空上仙人菩萨们在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地面上的经道佛却是走得辛苦 他已经知道了徒弟们的下场 一死一阵一杀人潜逃 他不抱怨 这本来就是凡人的职责 徒弟们已经用生命证明了他们的选择 现在一死两逃 取经十分细运 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也是唯一的一个 他唯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体力 百八十岁的年纪已经让他的身体机能遭到了破坏 哪怕墨基山很近 哪怕只是一片丘陵 他也未必能安全地走过去 有徒弟们在时 这些都不重要 只有当孤独一人时 才能体会到队伍的重要 他必须走下去 因为这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愿望 也是徒弟们的愿意 徒弟们用死 用伤 用逃来为他争取到的机会 他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为此 他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体力 不能因为过于冒进而透支体力 休息就很重要 已经走了五十年 可不能在这最后十数天中功亏一篑 他估计自己还能坚持半个时辰 只不过要走得更慢些 然后 他感觉到一只坚定的手 扶住了他的左臂膀 慢慢走 不着急 我们有的是时间 书画的是名侨夫 被把破见的侨夫 普通的相貌 满脸鱼丝 只一双眼睛格外的亮 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经到佛也懒得去辨别 他是先真还是凡人 是信佛还是重道 与他都没什么关系了 他只管走自己的路 做自己的事 那的严者道统 不仅仅是大徒弟的心愿 也是他的心愿 这是一个年轻时 在外流浪时数年 又经历了五十年漫长旅行的 漂流客的眼光 选择这条路 来源于大徒弟 但却是他的心做出的选择 不是因为其他的东西 哪怕是相处五十年的友情 两人都很沉默 语言在这里已经显得乏力 不如一末 每走出十步 又一只手掺住了他的右臂 那时的老和尚 非常老了 满脸的褶皱 手臂却十分的有力 虽然经到佛并不认得他 但能感觉这个和尚 一定就是那群飞在天空中的菩萨之一 梵敬山人感觉到了他的疑惑 微笑道 很好的选择 必须承认 对现在的凡人世界来说 有把好厘头 有架好水车 有套好石膜 可要比那些乌七八糟的道藏 和不知所云的佛经要来的实际的多 道人也好 高僧也罢 都是这个世界对宇宙 对界欲 对围观宏观最了解的人群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大师 有读到的见解 有超强的记忆力 怎么可能不知道现在的这种选择代表了什么 不过是一种支箭障 因为局限于佛道之争 反而失去了更珍贵的东西 但这种障碍也就是层窗户指 只要有人捅破 就会解放一大批人 所以 当人道之见 记下克服起了经道佛的臂膀时 这其中代表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 拘束他们的 之不过是层面子而已 梵敬山人不愧是大德高僧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作为佛门在内景天的堂顶人物 他一点不为曾经的过失而追悔 因为真理总是需要有诸去牺牲 他也一点不会因为所谓的面子 而违逆自己的心意 当他扶起经道佛的另一条胳膊时 横在僧道两家面前的隔阂也就悄然崩塌 只恨经道佛不是牵手牵脚 这样大家都能在其中分一杯羹 帮一把手 于是 有在前铺路搭桥 除草垫路的 也有在后端茶送水安排后勤的 因为并不只是经道佛一个凡人 而是数百僧道俗凡人在后跟随 他们平生第一次的 得到了那些原本高高在上的神仙的服务 从一开始的诚惶诚恐 后来也变得处之泰然 仿佛这才是仙凡之间正常的相处方式 也有特立独行不参加这种作秀的 比如西边云层中那位言语犀利的剑修 长庚兴他和季下课同为剑修顶级高手 性格脾气却是截然相反 长庚兴言语高调犀利直言不讳 真正做事却低调隐忍 不炫人前 而季下课则是寡言少语 沉默是惊 但做起事来却是别出心裁 特立独行 没有下来凑着热闹作秀的 还有三位道门全真 他们都是真正踏出第二步的高人 秉承了道门修饰一贯的清高取寡 孤方自傻 如果没人去帮这个凡人 他们终究一定会有人下去伸手 但既然已经有人战先 他们也绝不会去做这第二个 吃人的残羹冷饭 其中一名全真笑道 范靖这老贼秃真正是吓得去脸的 佛门蛮把好牌势打得稀烂 也就他这最后一手 靠脸皮后板回一局 也是见美传 另一名全真硬道 食人牙慧 又有什么美名了 这嘴秃醉是擅长往脸上贴金 没诚想这一路贴上来 竟然让他贴到这个位置 也是个人才 最后一名全真探道 听你们两个说话 万里外都能闻到酸味 为什么咱们没在范靖上手之前 就先下手一步 就更别提走在季夏克这个莽夫之前 这就是差距 我看这季夏克离他的第二步已是不远 那几天又要多出一名斩两师的大能了 几人一番感慨 终也不愿意下去作秀 他们现在这地位 这境界 也完全没必要 一场大战的隐患消除 才是他们最看重的 这里的喧闹 早已惊动了墨基山的主人 墨基子 看到这样一大票人涌上山 让他吃惊不清 墨基山有多少年没出现过这种盛况了 那些凡人还好说 但只要看看那成群的修饰队伍 就让他头皮发炸 因为走在最前面的 就是那几天鼎鼎大名的范靖山人和季夏克 都是需要他仰望的人物 大家仿佛都在这次取经中得到了点神吗 谁也没有料到取经取到最后 却是这么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仿佛所有人都找到了自己心中的伟大 都在为人间疾苦而奔波 却没有人想过那头可怜的山珠 作为佛道平衡的牺牲品 人间价值的垫脚石 就这么被遗忘的一前二进 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 也是妖兽的悲哀 没人会承认他对内景天历史做出的贡献 所以要当英雄也是要讲出身的 否则就是华丽的武士 仿佛只是历史车轮下一只无关紧要的史虫 第1780章主事件 李基拉着小黑龙在内景天虹魔中挣扎 和近来一样 出去也是一种考验 尤其是他还拉着一条软脚龙石 一进入汉海风潮 李基就感觉不对 他原以为这地方近来时是全方位的虹魔 出去时要通过某个特定的古迹 应该就是一蹴而就的事 却没想到还是虹魔 经验主意害死人啊 在虹魔中过久停留就意味着给对手更多的攻击时间 是惊慌失措的拼命向前 还是缓慢向前 却把大精力放在即将到来的攻击上 李基选择了后者 他开始琢磨怎么利用虹魔的力量为自己消灾党难 自陷于泥潭 却把主动权交给对手 这就是不事先观察地形地理的结果 在他千余年的修道生涯中 提前观察地势已经成了战斗的一部分 却从未因为境界高了就置之不理 今次原因特殊 结果一次大意 就把自己陷入半死之地 一刻之后 他长长的出了口气 不再防御 而是拉着黑龙全力向外争去 一刻钟都够内景天中修饰追踏实数个来回了 现在还不来 只能说明他们已经放弃 是什么原因 还有下一次的机会 他说过会回去 就一定会回去 当他们终于感觉到身上无尽的压力一松时 一人一龙总算是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宇宙主世界 就像李基进入内景天感觉到无比的星期一样 小黑龙来到了宇宙升空 其好奇新鲜比里 既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 他自出生日起 就一直生活在内景天的场景中 是没见识过宇宙空间的无垠的 所以 很兴奋 内景天中佛门大能对他的神秘压制 也因为离开了内景天而消失无踪 能力迅速恢复 更重要的是心情 无拘无束 自由天地 瞬间让他逃亡的感觉烟消云散 然后就是无数个为什么 鸭哥 宇宙真的是无限的麻 那么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一个直观的比较 这里的界域是和内景天一样的麻 包括山水风景 佛道背景 这么多的星星 都是没主的 我可以要一个麻 主世界有龙族麻 如果我想回祖地看看 该怎么走 李基就开始头疼 他不该把这好奇宝宝带出来的 闭嘴 羞得呱躁 让我先看看 咱们这是在哪里 是的 李基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糟糕的问题 他们回来的地方 并不是熟悉的玲珑空域 完全不同 完全陌生的空域 让他瞬间明白了一个事实 下错车了 按照他的理解 像内景天这样的地方 不应该是从哪进来的 就从哪把你送出去麻 为什么会出现偏差 那个该死的哥可没和他说过这个问题 缥缈和尚也没说过 但这和尚应该自尽内景天后就没出去过 倒是情有可原 小黑龙发现李基还在那里拿捏掐指 纵观星象判断自己的位置 不由好奇道 鸭哥 不能吧 你不认识回家的路了 虽然我也是头一次出来主世界 不过听我大伯说 修饰出来时是要体会纳斯送你进来时的伟大气息的 这样才会回到原来的空间 否则 就是随机传送 你 连这个都不知道 李基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确实不知道 也没人和他说啊 进来时他就感觉纳斯伟大气息指引消失殆尽 可没注意重回红魔时还能用一次 那时他正忙于防御 回来又急于跑路 根本就没留意到这样的细节 现在想来 进入汉海风潮时确实有那么一丝感觉 该死的 你这傻龙 为什么早不说 都出来了再说 岂不是马后炮 又有何用 小黑龙就很委屈 我哪知道鸭哥你想跑路呢 你又不告诉我 神神秘秘的 静红魔后有一副如灵大碟的样子 喝得我就没敢说 李基就叹了口气 这次进内景天使有些妄撞了 没机会安排后路 才闹出这么大的乌龙 此处甚是空阔 几乎见不到大的星体 只有灵星的流星偶尔飞过 却没有比较特殊的可供判断的特殊标志性星体星象 他也是走过数百方宇宙的人 在真君这个阶层恐怕很少有人比得过他 但就算是他旅行经验如此丰富 在宇宙无限的背景下 也是大海孤舟 无能为力 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只有先找到某个修真星体 找到土著修真界 然后再看看这方宇宙有没有天谋领宝存在 基本上找到天谋领宝就算是回家有望 毕竟 他可是B系口中的大军都看好的人物呢 把神试探出去 尽力放到最远 去感知各个方向上灵机的波动 星体的辐射 天象的狂躁 不多时 就挑了个波动比较强大 而且稳定的方向 这是他千年宇宙经验的精华 一般修饰在这样的环境下 可做不到像他这样的准确判断 两人一边飞 小黑龙一边问 鸭哥 这样还要飞多久 我怎么感觉咱们在宇宙里像是不动式的 礼机教训道 多久 你鸭哥我最多一次在深空飞了四百年 这可不是内景天 古迹相连 不于迷路 这里每年因为迷路而死在宇宙虚空的修饰无数 所以 你最好跟紧了我 否则跑丢了的话 老子可没空找你这样的走失小朋友 小黑龙就撇撇嘴 知道这是鸭哥在吓唬他 五十年相处 互相之间的了解也是很深了 飞了一会 李机嫌他速度太慢 于是晃出一条浮法 欲罚而行 可就快了很多 龙族的速度在妖兽中算是很快的了 在圣兽中虽然不如那几种长翅膀的 鹏鸟凤凤凰之类 可那指的是长距离飞行挪移 在短距离闪转唐膜中 龙族其实并不差 他们的身体和时空神通很适合做战斗坐骑 当然 李机用不上 什么坐骑也比不上把自己当坐骑 那才是真正的 永远属于你的东西 当你习惯了龙族的便利时 你也就忘了自己的本能 这也是小黑龙一直以来很郁闷的地方 他发现自己在很多地方就根本帮不上忙 一开始他以为鸦哥是看不起他 嫌他慢 后来发现不是 又以为鸦哥不愿伤害他一个龙族高贵的自尊心 结果仍然不是 直到现在他才明白 鸦哥的行为方式 就是无时无刻不再练习跑路 如此而已